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1章 都是垃圾 此时的机库内 身穿一席香奈儿 搞定连衣裙 打扮娇艳无比的奥利维亚 正挽着一位 白种年轻人的胳膊 眼看着鞋合式客机 越来越近 这位白种年轻人 便是罗斯柴尔德 庞系家族的长子 威廉·罗斯柴尔德 威廉的家族扎根于丹麦 与欧洲北部四国 隔海相望 这些年 威廉的家族 一直希望能够跻身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第二阶梯 所以一直在韬光养晦 卧薪尝胆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 整体架构与业家相似 但在实际执行端 要比业家繁琐得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老牌资本家族 他们本身就是 搞金融开银行起家 所以对内部资源的分配 极其严格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命脉 都掌握在美国的 核心家族手里 而核心家族 通过给其他家族 打分评级的做法 将不同家族的资源 配给进行区分 一个第二阶梯家族 每年能从核心家族手里 拿到的资源 比第三阶梯高出两三倍 所以每一个二三阶梯家族 都削尖脑袋 想往上爬 而顶端的第一阶梯家族 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稳住自己的位置 不能被其他家族比下去 所以 这种强大的内部竞争 让罗斯柴尔德 这种家族的内部壁垒 整体十分坚固 想实现内部的阶梯跨越 绝非易事 威廉的家族 近些年 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 提高自身的评分权重 最近这段时间 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 得知了北欧女皇病危的消息 意识到年轻的奥利维亚 马上就会成为北欧 乃至整个欧洲 最年轻的女皇 于是他们立刻 与北欧皇室协商 希望能够达成联姻 但奥利维亚早就已经代价而辜 欧洲不少富豪 其实都意识到 他即将成为女皇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迎娶奥利维亚 整个欧洲 本身就有强烈的权贵思想 以及封建残留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皇家贵族高人一等 那些没有贵族头衔的富豪 如果能够迎娶女皇 那将立刻被册封为亲王 同时授封公爵 等于瞬间完成了阶级跨越 威廉之所以 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颜而出 是因为他所在的家族 决定以20亿欧元投资 附带10亿欧元现金 作为聘礼 才将其他竞争者压了下去 威廉的家族希望 能够通过皇室的加持 来提高自己 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 进而能够在 罗斯柴尔德下一次的 内部评级中 拿到更多权重 从而迈上第二阶梯 此时 奥利维亚看着 那家如白天鹅一般的 鞋盒式客机 表情烦闷地说道 叶家还真是不简单 连这种超音速客机都能搞得到 威廉点了点头 表情带着几分羡慕的瓮声说道 作为全球最快的客机 鞋盒式客机一退役 就被各大顶尖家族抢光了 这种飞机退下来 还能继续使用的 一共就不到十架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一共有三架 全部都在核心家族手里 我们根本就没机会体验 没想到叶家 叶家竟然也有一架 奥利维亚黑着脸说 我还没做过这种超音速客机 威廉扎了扎嘴 兴兴道 我也没做过 听说叶家这次损失惨重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低价把这架飞机卖了 要是愿意的话 我就把它买下来 这时候 飞机已经缓缓驶入机库 随后舱门打开 海伦娜在叶晨的陪同下 从悬梯上走了下来 悬梯下 奥利维亚一脸冷笑的看着海伦娜 见整架飞机 只走下他与叶晨两人 奥利维亚便皱眉问道 海伦娜 你那两名随从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海伦娜的两名随从 是奥利维亚的人 但奥利维亚一直以为 海伦娜不知情 这次见他 竟然没把随从带回来 而随从也没跟自己提前汇报任何变动 他便意识到 海伦娜可能已经发现了那两人的真实身份 海伦娜此时倒是装起了傻 随口道 我把他们俩留在华夏 让他们和叶家的策划师 一起筹备订婚宴和婚礼细节 海伦娜的话 外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奥利维亚很清楚 海伦娜绝对是在胡说八道 如果真是他说的这样 那自己两个手下 一定会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自己 但现在自己没收到任何消息 就证明这两人肯定已经被海伦娜控制起来了 但让奥利维亚郁闷的是 他眼见着海伦娜在自己面前信口开河 但自己又完全没办法发作 只能强忍怒火 顺着她的话说道 原来是这样 挨压姐姐 真是没想到 我们两姐妹竟然很快都要结婚了 时间过得还真是快 海伦娜点了点头 同样笑着感叹 是啊 好像昨天我们还一起 在皇宫的草地上骑马 转眼间就要嫁为人妇了 奥利维亚哼笑一声 看了看她身边的夜晨 皱眉问道 对了 你身边这位好像不是你的未婚夫 叶峰先生吧 海伦娜急忙介绍道 哦对了 差点忘了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叶峰的堂弟 叶晨 叶峰最近事情比较多 走不开 所以这次就由他陪我回来 奥利维亚对叶家的架构 并不是太了解 听闻叶晨是叶峰的堂弟 本能的辨认为 可能也就是叶家其他人的儿子 并没往心里去 一旁的威廉也没多想 因为当年在华夏市场 与叶长英争斗的 是美国的罗斯柴尔德核心家族 而且事情最终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胜 所以他这个身居欧洲的 第三阶梯家族子嗣 并不知道当年那段恩怨 也不知道叶家的具体情况 奥利维亚本身就打定主意 要把海伦娜卖给俄国的寡头 阿曼拉莫为奇 所以他将来也不打算 与叶家有什么牵扯 所以对叶晨自然 也没什么好脸色 他看着叶晨 面带讥讽地说道 叶先生 我听说你们叶家刚 被万龙殿杀上门去了 我还听说万龙殿 除了抢走你们叶家祖坟之外 还要求叶家 让出一半的资产 那这次你们叶家的损失 应该很大吧 一旁的威廉见奥利维亚 有些针对叶晨 也故意挑眉说道 奥利维亚 你何必一见面 就说到别人的痛处呢 叶家这次损失这么大 丢人又丢钱 叶先生心里一定很痛苦的 叶晨笑了笑 随口说道 我一点都不痛苦 我们华夏有句古话 叫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叶家就算丢掉一半资产 不还有上万亿人民币呢吗 比起欧洲绝大多数的垃圾家族来说 还是强出不少的 威廉听出叶晨话中的讥讽 顿时怒气冲冲的质问道 姓叶的 你说谁是垃圾家族 叶晨一脸巨傲的冷声 笑道 在我眼里 你们欧洲凡是资产 比不上我叶家的家族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垃圾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2章 阿曼拉莫为奇 听到叶晨的话 威廉顿时火冒三丈 脱口道 姓叶的 你这话也未免太嚣张了一点吧 叶晨笑问道 嚣张吗 我怎么不觉得 说着叶晨又道 我们叶家就算损失惨重 也依旧有万亿资产 有些家族没经历这么大的损失 都还没我叶家钱多 这不是垃圾 又能是什么 叶晨看着两人 微微一顿 调侃道 你们看 这大海的水 要是没了一半儿 它还是大海 可泥坑里的水 就算装得再满 也还是个泥坑 奥利维亚和威廉的脸色 一下都变得十分难看 奥利维亚很清楚 北欧皇室的实力 现金 古董 不动产 以及对外投资等等等等 全都算上 也不过就几十亿欧元的规模 而且 皇室也不是奥利维亚一家三口的 下面还有一大堆皇亲国戚 都等着皇室养活 但叶家就算是 拿出一半资产 给万龙殿 剩下的资产 还有上千亿欧元 这真是比皇室要强出许多 威廉心里和奥利维亚一样恼火 虽然他姓罗斯柴尔德 但他们家族的整体经济实力 折算成欧元 也就勉强能到一百亿 在他看来 可能还不如现在 叶家的十分之一 不过 威廉还是咬着牙 反驳道 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全球深耕数百年 综合资产 何止万亿美元 十万亿也未必挡得住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前 区区叶家 连垃圾都算不上 叶臣好奇地问道 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奥利维亚满脸 得意与骄傲地介绍道 忘了给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年才俊 威廉罗斯柴尔德 叶臣微微笑了笑 开口道 还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怪不得说话 口气这么大 威廉冷笑道 怎么 你现在意识到 区区叶家 在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前 有多垃圾了吗 叶臣摇摇头 淡淡道 垃圾不垃圾 得看跟谁比 若是跟罗斯柴尔德的 核心家族相比 叶家自然差了许多 但我听说 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 有很多庞系分支 而且这些庞系 被分成了三个阶梯 不知道威廉先生的家族 在第几阶梯 听闻这话 威廉的脸色 立刻变得铁青 聊及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是满心骄傲的 可一聊到自家 是第几阶梯这个话题 他就有些 不知如何是好了 因为他的家族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中 不过就是个 吊车尾的第三阶梯 叶晨见他表情古怪 却不说话 忍不住笑问道 怎么了 威廉先生 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 威廉表情 阴晴不定 一时间 不知如何应对 奥利维亚 见自己的未婚夫吃别 顿时很是不爽地冷声道 叶先生 这里是北欧不是华夏 说话还是不要这么犀利的好 叶晨哼笑一声 反问 这就犀利了 看来你对真正的犀利 还缺乏了解 这时候 海伦娜出来原场道 我看大家 就别在这里聊了 还是回皇宫吧 我还想去看看 奶奶她老人家 现在如何了 奥利维亚表情 完美地笑了笑 开口道 海伦娜 你先别着急 我和威廉 这次来机场 不光是接你们俩 还有一个朋友 马上也快到了 不如等他到了之后 我们一起回皇宫 海伦娜 下意识地询问 你说的另一个朋友 是谁啊 奥利维亚笑道 这位朋友 是俄国的一位寡头 阿曼拉莫维奇 海伦娜之前 已经从那两名随从口中 得知了奥利维亚 想把自己 卖给阿曼拉莫维奇的打算 所以他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不过 他尽量控制着 自己的情绪 故作惊讶地问 奥利维亚 你什么时候 跟这么粗鄙的人成朋友了 奥利维亚 眯眼打亮着海伦娜 有些惊讶地问道 海伦娜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 阿曼拉莫维奇的事情吗 海伦娜 茫然地摇摇头 没人提过 怎么了 今天 海伦娜 撇开奥利维亚 安插的两名手下 独自回来 奥利维亚就知道 自己的人 已经暴露了身份 现在 他也不知道 他那两个人 有没有将他的计划 告诉海伦娜 因为 之前他是受益 两名手下 骗海伦娜去机场 然后直接把他 送去圣彼得堡 不过现在看海伦娜 一脸茫然的样子 奥利维亚觉得 他可能还没得知这件事 于是 奥利维亚便大有深意地 笑着说道 这个阿曼拉莫维奇 人还是挺不错的 有钱 而且也很绅士 只不过 就是年纪大了一点 没有他们口中说的 那么粗鄙不看 海伦娜故作 随意地笑道 我印象中 西欧的贵族 好像对他 一直都挺排斥的 你怎么还 把他请过来了 奥利维亚笑道 阿曼拉莫维奇 虽然没什么 值得称道的背景 但起码也是一个 几百亿美元 身价的大富豪 我将来 想要振兴皇室 当然要跟这种富豪 打好关系 正说着 外面一阵飞机 引擎声越来越近 一架崭新的弯流 G650公务机 在引导车的引导下 缓缓朝着 机库滑行而来 奥利维亚挑了挑眉 笑道 阿曼拉莫维奇来了 那架G650很快 便在协和客机 旁边的机位停稳 舱门打开 一个身穿深蓝色西装 有些矮瘦的中年人 一脸笑意的 从舱门内走了出来 此人便是俄国 现如今 硕果仅存的寡头 阿曼拉莫维奇 阿曼拉莫维奇 出身贫寒 但抓住了 时代的浪潮 在俄国特殊阶段 疯狂积累财富 迅速跃升为顶级富豪 阿曼拉莫维奇 一下飞机 便笑咪咪的 对奥利维亚说道 奥利维亚公主殿下 好久不见了 说完 他立刻又用一种 带着几分贪婪的眼神 看着一旁的海伦娜 笑着说道 这位应该就是 海伦娜公主殿下了吧 海伦娜多少 有些不自在 而他旁边的奥利维亚 在看到阿曼拉莫维奇 对海伦娜痴迷的眼神之后 笑着说道 阿曼拉莫维奇先生 这位就是我的姐姐 海伦娜公主 阿曼拉莫维奇 立刻向海伦娜伸出手去 一边期待着 对她行吻手礼 一边十分绅士地说道 非常高兴认识你 尊敬的海伦娜公主殿下 海伦娜并不想 让阿曼拉莫维奇 吻自己的手 她已经猜到了 奥利维亚把阿曼拉莫维奇 请来的动机 心中厌恶不已 于是便冲她 微微点了点头 一脸歉意地说道 抱歉阿曼拉莫维奇先生 因为我的未婚夫是华夏人 所以我得遵守华夏的习俗 不能行稳手礼 还请见谅 阿曼拉莫维奇有些尴尬的善笑一声 随即便将手悄悄收回 笑呵呵地说道 没事没事 我很理解 奥利维亚余光瞥了海伦娜一眼 心中冷笑 海伦娜 你还装什么矜持 用不了多久 你就是阿曼拉莫维奇的女人了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1723章 把飞机留下来 当奥利维亚得知 海伦娜要回国的时候 她就已经与父母商量好了对策 这次海伦娜既然来了 那就不会轻易再让她走了 按照奥利维亚的打算 从海伦娜回到皇宫的那一刻 就把她监控起来 不允许她离开皇宫范围 而她也在第一时间 就给身在圣彼得堡的 阿曼拉莫维奇打电话 在电话里跟她达成共识 等明天自己打婚之后 就逼着海伦娜答应嫁给她 奥利维亚手里 有海伦娜的妈妈做人质 所以她相信海伦娜 绝对不敢忤逆自己的安排 至于阿曼拉莫维奇 她是整天被西方媒体嘲笑出身 嘲笑得有些走火入魔了 现在脑子里每天想的 就是赶紧娶一位欧洲皇室公主 以此来狠狠羞辱那帮瞧不起她的人 所以当她接到奥利维亚的电话之后 便欣喜若狂的立刻赶了过来 好在圣彼得堡距离北欧 只有一千多公里 普通飞机两个小时就能抵达 不过兴冲冲从圣彼得堡飞过来的阿曼拉莫维奇 没想到海伦娜对自己的态度竟然这么冷淡 于是她便看向奥利维亚 开口问道 奥利维亚公主 我们电话里说的那件事 不知道还算数吗 奥利维亚笑道 当然算数我很快就会成为北欧女皇 女皇答应的事情又怎么会食言呢 阿曼拉莫维奇先生就尽管放心吧 那就好 阿曼拉莫维奇松了口气 她知道奥利维亚肯定有办法让海伦娜答应 至于什么办法她才懒得操心 总之只要能让她把海伦娜带回圣彼得堡 她就立刻将五亿欧元打到北欧皇室的帐上 皆大欢喜 奥利维亚这时候微微一笑 开口道 诸位这么远飞过来 一定都很辛苦 不如先回皇宫吧 晚上皇宫还有盛大的宴会宴请诸位 阿曼拉莫维奇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夜晨没说话 一副客随主便的样子 于是众人便分成几辆皇家车队从机场前往皇宫 皇家车队一共有六辆车 奥利维亚和她的未婚夫威廉坐在第二辆 夜晨与海伦娜坐在第三辆 而阿曼拉莫维奇一个人坐在第四辆 车上夜晨一直在闭目养神 海伦娜心中多少有些忐忑 几次想跟夜晨说话 但一想到还有司机和一位皇家的佣人在前排 便只能暂时忍住 而此时 奥利维亚与威廉坐在车里 守着一台特种播放器 听着里面传来的喘气声 威廉此时不禁皱眉 这两人怎么什么话都不说 难道意识到车里有窃听气 奥利维亚摇摇头 我也不确定 威廉开口问她 奥利维亚你想好怎么对付那个夜晨了吗 奥利维亚随口道 她有什么好对付的 等阿曼拉莫维奇把海伦娜带走 就让她滚回华下去 不行 威廉冷着脸说 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 奥利维亚诧异地问道 你该不会是想整死她吧 夜家虽然远在华夏 但如果我们真把他们的人杀了 会惹上麻烦的 不 威廉摆摆手 开口道 我不会蠢到 在北欧把她整死 我只是想教训教训她 顺便让她 把那架协和式客机 留下来 协和式客机 奥利维亚 不禁眼中一亮 在真正的上流社会 真正的顶尖奢侈品 只有两种 一个是私人飞机 一个是私人游艇 但就私人飞机来说 看起来好像是沙特皇室改造的A380最大 最豪华 但真要说顶尖稀有能代表最高身份的私人飞机 还得是协和式客机 原因就是这东西太稀有了 当年一共就造了 那么二十来架 现在剩下的只有个位数 是真正的绝版私人飞机 而且也是唯一一款能够超音速飞行的私人飞机 谁能拥有这样的私人飞机 飞出去的面子 比沙特皇室的A380还要气派得多 奥利维亚和威廉都是极其爱慕虚荣的人 平日里奢侈品多不胜数 但他们谁也不敢奢望 自己能拥有一架协和式客机 所以让威廉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奥利维亚立刻便心动无比 于是他立刻问道 亲爱的你有什么办法 威廉冷笑道 今晚宴会过后 我张罗了一个牌局 跟一些远道而来的宾客打打牌 顺便赚点零花钱 到时候我会做个局 请那个夜晨过来玩两把 只要他愿意玩 我就有把握让他一步步掉进来 奥利维亚有些怀疑的问道 你真有把握吗 威廉自信满满的说道 放心吧 这次来的宾客里面 就有一位是我提前安插好的人 此人曾在拉斯维加斯做了多年和官 只要让他发牌 无论玩什么项目 都能让那个夜晨输个精光 奥利维亚不解的问 你怎么还专门在皇宫里 安插了一个老千 威廉耸了耸肩膀 淡淡道 你难道不了解这些 有钱男人的爱好吗 他们喜欢的 无非就是美女和赌博 他们来皇宫参加婚礼 肯定不可能带女人 在皇宫里乱来 所以一场即兴的赌局 一定会让他们非常感兴趣 说着 威廉有些眉飞色舞的 继续道 但凡是这种场合 只要有人组局 每个男人都爱玩上两手 随手输个几百上千万欧元 对他们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一个人几百上千万 十个人可就几千万 甚至上亿了 所以只要操作得当 赚他个几千万欧元 还是很轻松的 奥利维亚摸了摸下巴 笑咪咪的说道 没想到你还挺坏的 连这些亲戚朋友的钱 也算计 威廉尴尬地说道 有机会赚点零花钱 对他们来说损失也不大 何乐而不为呢 你说是吧 奥利维亚哼笑道 见者有份 赌局的收益 我要一半 威廉微微一愣 旋即笑着说道 哈哈 奥利维亚 我有个预感 我们两个人的婚后生活 一定会非常非常和谐 奥利维亚挑了挑眉 又道如果叶尘真 能把那架协和式客机输给你 这飞机也有我一半 那是当然 威廉伸手捏住 奥利维亚的下巴 在他嘴唇上 用力吻了下去 片刻之后 才抬起头来 温柔无比地说道 尊敬的奥利维亚女皇陛下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奥利维亚 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道 看来你已经开始提前适应 威廉亲王的角色了 威廉笑道 那是当然 我巴不得明天 做你的丈夫 后天就做北欧的亲王 说着 威廉又道 我爸爸已经答应我了 在你继承了大统 策封我为亲王之后 就把停在哥本哈根 那艘意大利 豪华游艇送给我们 还有一套在洛杉矶比福利山庄的别墅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4章 十年又十年 半小时后 车队驶入北欧皇宫 北欧皇室 在北欧国有三处行宫 而首都市郊这座 是三座之中最大的 同时也是最奢华的 整个皇宫 其实更像是一个 大型的古堡与庄园结合体 整体占地达到数百公顷 地方大到内部 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和一个马术场地 据说光是这座皇宫的建筑 及地皮价值 就在30亿欧元以上 不过 因为这东西是皇家的祖产 又是皇室的象征 所以该国法律 禁止皇室对外出售 不能卖 就说明皇室其实也只是 有个使用权罢了 车队穿过大片绿地 在一栋至少有百年历史的古堡前 平稳 皇家卫队的卫兵立刻上前 将所有车门打开 夜晨便与海伦娜 一起走了下来 见到海伦娜回来 皇家卫兵立刻恭敬的行礼 海伦娜公主殿下 海伦娜微微点头示意 紧接着 奥利维亚便走了过来 对夜晨以及阿曼拉莫维奇说道 两位客人的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我先让人带你们过去 阿曼拉莫维奇立刻鞠躬行礼 口中尊敬地说道 有劳奥利维亚公主殿下 相比之下 夜晨倒是没这么客套 只是淡淡说了个好 奥利维亚见夜晨也不鞠躬更不行礼 甚至连个谢谢都懒得说 不禁有些不爽 不过奥利维亚一想到威廉还打算给夜晨做个局 便没有发作 相反还一脸假笑地对夜晨说道 夜先生待会在宴会厅有一场晚宴 还请夜先生一定赏面参加 夜晨不知道奥利维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过对他来说就这皇宫里所有的人都加起来 也不可能动他一杆汗毛 所以他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好 我会过去的 一旁的威廉听闻这话 笑着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今天来的宾客 除了我们家和北欧皇室的亲属之外 还有一些欧洲北方四国顶尖家族的负责人 届时夜先生也能好好认识一下 夜晨没想到 就连这个叫威廉的家伙 现在都对自己笑容满面 由此可见 这逼合奥利维亚刚才在车上肯定没别什么好辟 于是他便笑着对威廉说道 看来威廉先生都已经替我安排好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 从命了 威廉立刻笑道 夜先生太客气了 晚上一定让你尽兴 这时海伦娜开口说道 奥利维亚 我想去看看奶奶 看奶奶 奥利维亚善笑两声 道 奶奶已经深度昏迷 医生说她不可能醒得过来了 你现在去看她 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奥利维亚看来 海伦娜着急想见女皇 肯定是还抱有一线希望 想去女皇面前求情 或者告自己的状 不过奥利维亚倒也不担心 因为她很清楚 女皇的生命已经进入尾声 不但不可能醒过来 甚至连生命都没多久能延续了 海伦娜这时候开口道 奥利维亚 奶奶是北欧女皇 我无论作为她的孙女 还是作为她的臣子 回来了肯定是要去拜见她的 哪怕她已经昏迷了 说着海伦娜又道 再说你我姐妹二人 也有一些悄悄话要说 奥利维亚收起笑容 缓缓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好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带你去见奶奶 说吧 她对卫兵吩咐道 你们先送两位客人去房间 海伦娜忙问 能让叶晨跟我一起去吗 奥利维亚皱了皱眉 你不是说有悄悄话要跟我说吗 让叶先生去做什么 叶晨知道 海伦娜肯定是想让自己去救她奶奶 但现在就直接出手 也未免有点太无趣了 再说自己还没见识到 奥利维亚和威廉的小阴谋 哪有一上来就长驱直入 直入正题的 不得给人一点前夕和适应的时间 于是叶晨便笑着说道 你们姐妹俩聊天 我就不掺和了 说完又给了海伦娜一个放心的眼神 海伦娜见此只好点点头 道 那行 那我跟奥利维亚先去见奶奶 咱们晚宴上再见吧 叶晨点点头 好 叶晨在卫兵的带领下 来到古堡三层一间客房 而此时 海伦娜则在奥利维亚的带领下 直接来到古堡的顶层 也就是第六层 这一层 是整个皇室生活起居的专用区域 已经基本被判死刑的女皇 此时就在顶层的一个豪华套间内 这个套间的一半 此时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重症监护室 奥利维亚带着海伦娜上来 并没有立刻进入病房 而是把她带到隔壁房间 对一名女佣吩咐道 给她搜身 女佣立刻走上前来 对海伦娜全身上下一通检查 发现她只有一台手机 便将手机递给奥利维亚 恭敬地说道 公主殿下 只有这个 奥利维亚点点头 对她吩咐道 她的手机你先收着 说完 冲海伦娜招招手 道跟我来吧 海伦娜跟着奥利维亚来到病房门口 奥利维亚打发走了病房外面的卫兵 又将几名值班的医生也一起打发出去 这才带着海伦娜走进病房 病房内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正面无表情地躺在病床上 她整个人十分瘦弱 脸上扣着氧气面罩 整个人除了呼吸时胸前的微微起伏之外 再无任何其他动作 看到这位老妇人 海伦娜眼眶一红 哭着来到病床前 哽咽道 奶奶 奶奶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是海伦娜 我回来看你了 奥利维亚冷笑道 海伦娜 你就别做梦了 她是不可能醒过来替你主持公道的 这里除了他们俩 以及垂死的女皇之外 没有其他人 所以奥利维亚 立刻收起了自己伪善的面孔 海伦娜转头 看向奥利维亚 质问道 奥利维亚 你到底把我妈 藏在哪里了 奥利维亚 哼笑一声 问这种问题 你不觉得自己 特别幼稚吗 我还要用你妈的性命 来逼你就犯 怎么可能会告诉你 她的下落 海伦娜咬牙问她 奥利维亚 我是你的姐姐 是你的亲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妈 奥利维亚抱着肩 冷笑道 行了海伦娜 都这时候了 还打这种感情牌 有什么意义 顿了顿 奥利维亚又道 我告诉你 现在你已经 没有任何选择了 老老实实在我大婚之后 嫁给阿曼拉莫为奇 我就饶你妈一命 否则的话 我不但要把你强行 送给阿曼拉莫为奇 还要把你妈也变成 她现在的模样 说这话的时候 奥利维亚手指向的 是病床上躺着的 北欧女皇 海伦娜听了这话 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质问道 奶奶 奶奶是被你害的 当然是我 奥利维亚知道 海伦娜身上 没有任何录音 与窃听设备 便肆无忌惮地冷笑道 去年体检的时候 她的保健 医生跟我说 只要保养得好 她至少还能再活十年 甚至有可能再活二十年 妈的 哪个皇储能等得那么久 十年又十年 鬼知道后面 还有多少个十年 鬼又知道她会不会 也跟大不列颠的那位一样 给我来个超长待机 所以 为了早日继承大统 我也只能用点手段 尽量去缩短她的待机时间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5章 哪位要跟我聊 海伦娜是真没想到 奶奶现如今重病不行 竟然就是奥利维亚 在背后操控 这让她内心愤怒至极的同时 也不禁感觉后背发凉 以前 她竟然从未发现 自己这个堂妹 骨子里其实是一个 如此阴险毒辣的蛇蝎女人 不但算计自己 甚至连奶奶这个 在位的女皇都不放过 愤怒至极的海伦娜 指着奥利维亚 怒斥道 奥利维亚 你知不知道 谋害女皇室叛国重罪 放在以前 你是要上绞刑架的 奥利维亚撇撇嘴 一脸不屑地讥讽道 让我上绞刑架 实话告诉你 老太婆的命运 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让她今天死 她就不可能活到明天 我让她明天死 她就不可能活到后天 只要她死了 我立刻就能登基 成为北欧女皇 到那个时候 谁还能把我怎么样 海伦娜咬牙道 你别忘了 皇室对这个国家来说 只是象征 哪怕你是女皇 也同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如果你的所作所为 被外界知道 就算你已经登基成为女皇 也一定会被抓住 公开审判的 奥利维亚不懈地反问 可外面又有谁会知道呢 你吗 你真以为 你说点什么 外人就会信吗 说着 奥利维亚不等海伦娜开口 便吃笑道 哦对了 你也不可能有机会 跟外人对话了 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不得离开皇宫半步 也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海伦娜冷笑道 怎么 你想软禁我 你不要忘了 所有人都知道 我回了北欧 如果明天你的婚礼上 我没有出现的话 他们会怎么想 奥利维亚不懈地说道 你今晚会拍一条 短视频告诉所有人 说你身体突发不适 要卧床静养 不能做我的伴娘了 海伦娜脱口道 你做梦 我是不会拍的 奥利维亚笑道 不要紧 你可以不拍 不过我会让人把你妈妈的两颗眼珠子挖下来 到时候全过程都会拍成视频拿给你看 海伦娜气得浑身发抖 斥责道 奥利维亚 你就是个魔鬼 奥利维亚撇撇嘴 我不是魔鬼 我是未来的北欧女皇 说到这 她盯着海伦娜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海伦娜 你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如果想让你妈能活下来 就老老实实听从我的安排 否则的话 不仅你妈活不了 你也活不了 海伦娜心里愤怒至极 但她也很清楚 自己根本不是奥利维亚的对手 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叶晨 于是 她只能在奥利维亚面前服软 开口道 你让我考虑一下吧 奥利维亚冷笑道 记住 晚上十一点之前 必须先把视频发出来 好 海伦娜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下来 北欧当地时间晚上七点 皇室内部的招待晚宴 在皇宫的宴会厅举办 西室的宴会与东方有很大不同 现场没有分成几个圆桌 而是摆了一张超长的长桌 长桌的两侧各摆了十余把精美的餐椅 参加这场晚宴的嘉宾并不算多 算上奥利维亚与威廉的父母 一共也就不到二十人 大部分的嘉宾都是两家关系很密切的亲友 所以才会提前一天受邀入住皇宫 而大部分的宾客会在明天一早赶来皇宫参加婚礼 海伦娜是和奥利维亚一起下来的 因为被奥利维亚威胁的缘故 海伦娜的心情一直有些忐忑不安 等她刚到宴会厅 便立刻开始到处寻找叶晨的影子 因为眼下只有看到叶晨 她才能放下心来 可叶晨并未出现在宴会厅 奥利维亚的父亲理查德看到海伦娜 便立刻笑着说道 海伦娜 你回来了 海伦娜看向理查德 她不知道让奶奶现身度入昏迷的事情 自己这个叔叔有没有参与 但心底对这个人还是十分警惕 于是便开口道 理查德叔叔 最近还好吗 理查德轻叹一声 道 除了你奶奶的身体情况 让我比较牵挂之外 其他的倒是还不错 正说着 阿曼拉莫维奇也走了过来 先是有些神往的看了海伦娜几眼 随后迈步来到理查德面前 恭敬地说道 理查德 王子殿下你好 我是阿曼拉莫维奇 很荣幸见到您 理查德微微汗手 笑着说道 阿曼拉莫维奇先生的大名 我也早有耳闻 只是今日才有机会见到 说着 理查德又道 对了 你买的那支英超球队 我一直非常喜欢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英国看一场现场比赛 阿曼拉莫维奇一脸惊喜地说道 王子殿下也喜欢足球 既然如此 那下周有时间的话 就可以来伦敦 刚好球队 下周有一场逐场比赛 理查德点点头 说道 如果皇室这边没什么其他事情 我倒是真的愿意去伦敦一趟 就当是短暂休息一下 说着 他叹了口气 自嘲地笑道 可是皇室每天事情多到无法脱身 估计休息也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了 阿曼拉莫维奇笑着说道 也不要紧 马上就进入夏季了 夏季比赛特别多 等欧冠新赛季开始 说不定会客场来北欧梯 也说不定 是 理查德点头笑道 没想到你我还有不少共同话题 你跟海伦娜就挨着我坐吧 说完 他指着自己右手编两个空位 对海伦娜说道 海伦娜 你跟阿曼拉莫维奇先生一起坐吧 海伦娜尴尬地说 叔叔 我还有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我还是跟他一起吧 理查德淡淡道 你说的是叶家来的那个人吧 是 海伦娜忙道 这次叶家来的是叶峰的堂弟 也是叶家的嫡子嫡孙 理查德哼笑一声 道我还真搞不懂叶家人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好好留在家收拾烂摊子 还非要跑到北欧来丢人现眼 海伦娜只好解释道 叔叔 您别这么说 叶家也是一番好意 我毕竟是叶家的未来儿媳 他们觉得如果让我一个人回来 多少有些失了礼数 理查德随口说道 我本来就不太赞成你嫁到华夏 我们皇室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跟欧洲以外的人种通过婚 你去华夏的这几天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出于对皇室血脉的尊重和维护 我看你还是不要远嫁华夏了 就在欧洲找个合适的青年 才均嫁了吧 说着 他看了一眼阿曼拉莫为奇 随口道 依我看欧洲像阿曼拉莫为奇先生 这样的青年才俊 也是丝毫不比叶家人差 海伦娜一脸为难地说道 叔叔 婚约都定好了 怎么能说改就改 传出去的话 别人会说我们皇室没有信誉的 理查德毫不在意地说道 叶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我们改变婚约也是合情合理 海伦娜忙道 可我也不好跟叶家交代啊 理查德摆摆手 不懈地说道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叶家来的那家伙人在哪呢 让他过来 我亲自跟他谈 理查德话音刚落 叶臣迈步 走进宴会厅 边走边笑着问道 我来了 我来了 哪位要跟我聊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6章 完了完了 眼见黄皮肤黑眼睛的叶臣走进来 理查德虽然没见过叶臣 但也立刻猜出他就是叶家的人 于是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这位先生应该就是叶家的人吧 是 叶臣微微点头 笑着问道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听了个大概 你是有事儿要跟我谈吗 一旁的奥利维亚立刻说道 叶臣 这位是我的父亲 北欧皇室的理查德王子 叶臣点了点头 笑道 理查德王子不知道有什么指教 理查德调了调 领带的领结 面带傲色地说道 我们与叶家制定婚约的时候 并不知道你们叶家 竟然会与万龙殿这种拥兵 组织有瓜葛 而我们北欧皇室 一向洁身自好 从不与这种灰色组织 有任何牵连 所以为了维护皇室清遇 我们自然不能继续与叶家履行婚约 希望你回去之后 把我的话带给叶家家主 说着 他看了海伦娜一眼 又道 至于海伦娜 既然他已经回来了 那这次就直接留在皇室 不再跟你返回华夏了 叶臣笑道 理查德王子 你这就是见我叶家失事了 所以想单方面毁婚啊 既然如此 你直说便是 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 再把人家万龙殿扯进来踩上两脚 说着 叶臣表情细虐地说道 要是万龙殿知道你拿他们做退婚的挡箭牌 万一惹恼了万破君 他脑子一热非要杀了你 到时候你可咋整啊 理查德的表情瞬间变了变 心里也慌了起来 他本来是想找个理由就跟叶家毁婚 但直说你叶家现在失事了 我们皇室不愿意跟你完了 这要是传出去 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是皇室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 所以他只能把原因归咎到原则性上 最合理的说辞 就是拿皇室截身自好当原则 叶家既然向万龙殿妥协了 就证明叶家与万龙殿有了瓜葛 我皇室不想被万龙殿脏了自己 所以跟叶家退婚 这就合情合理的多 可是理查德哪能想到 叶臣是这么能挑事儿的主 一听他这么说 立刻就一口咬定他 是在用万龙殿做挡箭牌 然后直接把万龙殿搬出来做威胁 顿时便让理查德乱了方寸 别看他作为皇室王子骄傲无比 但真要是面对万龙殿 是都能被吓出来 于是他急忙摆手说道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你别瞎说 叶臣笑道 我瞎说什么了 刚才你自己说的话 这么多人都听着呢 我说错了吗 说着 叶臣又道 你放心 我肯定会把你的话 原封不动地带给万婆君 至于你到底有没有 故意踩他 让他自己判断就是 奥利维亚见叶臣 竟然搬出万婆君来威胁自己的父亲 顿时恼怒地说道 叶臣 你少在这里信口开河 你们叶家对万婆君有杀父之仇 自己被万婆君杀上门去 丢了祖坟和一半的家产 闹得全世界无人不知 你现在竟然还敢搬出万婆君来威胁别人 万婆君如果知道你在外面冒用他的名号狐假虎威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顿时一脸赞同 毕竟叶家刚被万婆君往死里教训过 这时候竟然还把万婆君搬出来 吓唬别人 确实很不可信 坐在海伦那旁边的阿曼拉莫围棋 一脸笑意地说道 叶先生 婚约本身就是一份合约 可以选择履约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履约 如果双方当初订了违约条款 那不履约的一方就得按照条款赔偿 如果没订违约条款的话 就更是自由决定了 大家都是文明人 搞这种人身威胁就没必要了吧 叶晨皱眉问道 我问你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有你说话的愤儿吗 阿曼拉莫围棋 没想到毛头小子一般的叶晨 竟然敢在这种场合公开羞辱他 叶晨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 但阿曼拉莫围棋已经五十多了 年纪比叶晨大了将近二十岁 被叶晨如此羞辱 自然是无法忍受 于是他立刻站起身来 一排桌子怒骂道 姓叶的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欧洲 你还以为这是在华夏吗 就凭你刚才对我的无礼 我能让你死在欧洲你信吗 叶晨见阿曼拉莫围棋 咬牙切齿的样子 没有说话 而是忽然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叶尔光狠狠抽在他的脸上 抽完之后把他往一推 让他顿时摔了个人仰马翻 现场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 谁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说动手就动手 作为东道主的理查德也猛了 一下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阿曼拉莫围棋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敢直接对自己动手 这一巴掌挨得眼貌金星 往后一摔 浑身骨头都跟散了架似的 想说句狠话都因为浑身剧痛 而开不了口 现场这些人都是欧洲 所谓的贵族绅士 信奉的教条是 老子可以背地里杀他全家 但表面上一定得客客气气 不能丢了贵族的风范 可谁能料到 叶晨行事风格这么粗狂 二话不说上来就干 一下子就把阿曼拉莫围棋 干翻在地 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际 叶晨重新搬了一张椅子 坐在阿曼拉莫围棋之前的位置上 冷声道 区区一个北欧皇室 还有一个资产区区两百多亿美元的俄国寡头 就以为我叶家是软柿子了 你们两个加起来的资产 也比不上我叶家十分之一 说吧 叶晨扭头看了一眼阿曼拉莫围棋 淡淡道 我知道你在俄国有点背景 也能请得动一些特殊的资源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你那点实力 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算 识相的老是斑把椅子滚远点坐好 否则的话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阿曼拉莫围棋被叶晨的冷库吓住 但一时间又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输 这时候一旁的理查德王子内心深处反复私存 这个姓叶的家伙为什么这么嚣张 他们叶家不是刚被万龙殿收拾过吗 难道一点也不懂得低调 正一祸时 他忽然想到什么 心中惊呼 完了完了 我差点忘了 叶家拿走叶家一半的资产 这其中肯定不可能全是现金 一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叶家的股份 万龙殿又不善经营企业 将来不还是要靠叶家来经营吗 照这么说的话 叶家虽然损失了一半家产 但现在的叶家和万龙殿 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整合起来 成为利益共同体了 想到这 理查德顿时惊恐万分 怪不得这个叶臣有恃无恐 叶家现在跟万龙殿已经实质性捆绑在一起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7章 看不懂了 叶臣之所以打阿曼拉莫为奇 其实是想给北欧皇室成员打个样 让他们少在自己面前装逼 而且他也不怕暴露什么身份 毕竟今日这里无非就十几二十人 只要他愿意 完全可以先把这帮人全都按在地上使劲摩擦 然后救活垂死的北欧女皇 再把海伦娜扶上皇位 紧接着随便让海伦娜给他们定个什么罪名 一个个全抓起来 或者他也可以直接给这几个关键人物来个心理暗示 让他们以后疯疯癫癫的 任谁也查不出问题 但是他万没想到 理查德这么会脑补 直接就把万龙殿脑补成了他的靠山 只不过 理查德心中的猜测 与现实截然相反 他以为是万龙殿整合了叶家 但其实 是叶臣整合了万龙殿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他急忙起身 主动去把阿曼拉莫围棋扶起来 阿曼拉莫围棋挨了打丢了面子 正要从嘴上讨回一点颜面 脱口便气急败坏的吼道 姓业的 你敢打我 信不信我立刻打电话 找钱克格勃的精英来杀 无无 阿曼拉莫围棋的话 没说完 便被理查德捂住了嘴 只能发出些许乌业之声 愤怒的阿曼拉莫围棋 奋力要将理查德的手拿开 理查德连忙低声在他耳边 说道 阿曼拉莫围棋 我的朋友 你可千万别招惹这个叶臣啊 他们现在拿出一半家产 给了万龙殿 等于叶家人一半 都是在给万龙殿打工 在这么大的利益面前 万龙殿肯定是 要给叶家撑腰的 你认识的那些钱 克格勃特工 全叫出来排成排 也不够万龙殿塞牙缝的 阿曼拉莫围棋听到这里 表情瞬间一睁 他的眼睛瞪得老大 可里面早已没了愤怒 剩下的只是惊恐 他心中惊呼 妈的 我他妈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 这不就等于叶家人 拿出上千亿欧元的家产 给万龙殿当保护费吗 叶家交的保护费 都很不能比我所有资产还多十倍 看在这么多钱的面子上 万龙殿肯定要替叶臣出头的 我真是瞎了狗眼 这时候去招惹他 想到这 阿曼拉莫围棋恨不得 大嘴巴子抽死自己 就他认识那点钱 克格勃的资源 在万龙殿几万将士面前 怕是连个屁都算不上 于是 他急忙慌乱不已的说道 对不起叶先生 是我嘴贱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叶臣自然听到了 刚才理查德跟阿曼拉莫围棋 耳语的内容 见他们误会倒也没多说 只是冷冷问他 你刚才话怎么没说完 你想找克格勃的精英干什么 杀了我吗 不是不是 阿曼拉莫围棋 把头摇得如波浪鼓一般 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根本不认识 什么克格勃的精英 只是吹嘘两句 还请叶先生多多见谅 叶臣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当我真这么好糊弄 阿曼拉莫围棋 慌乱地说 叶先生 我 我真没别的意思 您千万别多想 叶臣摆摆手 我不想听你废话 自己长嘴 什么时候 把两边脸都打肿了 什么时候停下 然后搬着椅子 给我滚远一点 阿曼拉莫围棋 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理查德这时候 急忙说喝 陪笑道 叶先生 这么点小事 还请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们不妨赶紧翻过这一夜 好进入宴会环节 叶臣看了他一眼 冷冷道 我叶家的面子 其是他区区一个俄国寡头 所能折辱的 还有你也是一样 区区弹丸之国的皇室 也配在我面前阴阳怪气 遗旨气使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理查德也慌了 叶臣越是强势 他越坚定自己的判断 认定了叶臣是有万龙殿撑腰 所以才敢如此嚣张 越是如此 他也就越怕叶臣真动怒 否则万一真让万龙殿来对付自己 自己根本招架不住 于是他急忙说道 叶先生 刚才是我的态度有问题 我向你表示歉意 也希望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奥利维亚哪想到父亲会向夜晨服软 脱口便道 爸 你怎么能给他道歉呢 理查德脱口呵斥道 你给我闭嘴 奥利维亚没想到爸爸态度变得这么快 正想问个究竟时 理查德深的阿曼拉莫为奇 便已经开始左右开工 猛抽他自己的两颊 他是真被夜晨吓住了 生怕夜晨不满意 直接让万龙殿来对付自己 奥利维亚愣住了 实在搞不明白爸爸和阿曼拉莫为奇 为什么会对夜晨如此忌惮 而阿曼拉莫为奇 在狠抽了自己几十个耳光 确实将双颊都抽肿了之后 才含糊不清地问夜晨 夜 夜先生 这下您满意了吧 夜晨看了他一眼 不耐烦地摆摆手 示意他赶紧滚蛋 阿曼拉莫为奇 如蒙大赦 赶紧搬了一把椅子 远远地跑到长桌的最远处 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坐下 此时的他 内心没有半点报仇的念头 只是默默祈祷 希望夜晨不要再找自己麻烦 至于海伦纳 要是娶不上就算了 说什么也不能为了海伦纳得罪夜家 谁能想到 赤诈欧洲的寡头阿曼拉莫为奇 现如今竟然在一个华夏人的面前 竟沦落到要靠不断抽打自己的耳光来获取原谅 奥利维亚看不懂了 压低声音 问身边的未婚夫威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不明白了 威廉摇摇头 诧异地说 我也不知道 搞不懂 威廉的父母都是人精 一下子便跟理查德想到一起去了 于是他父亲乔治 罗斯柴尔德赶忙低声说道 威廉 这种时候要少说话 不要去招惹那个姓叶的家伙 乔治心里非常清楚 自己虽然姓罗斯柴尔德 但跟真正的核心家族关系很远 远到自己一直在想办法 能拉近一点是一点 这种情况下 自家能调动的能量 比叶晨自然是要差上许多 更何况 人家很可能还有万龙殿在背后撑腰 所以惹不起人家 就千万别逞能 否则肯定不好收场 威廉搞不懂父母 为什么也对叶晨心有忌惮 想问个究竟 但又被父亲严厉的眼神所呵斥 于是只好作罢 奥利维亚就更搞不懂了 心里暗存 为什么我爸爸和威廉的爸爸 都对叶晨有些忌惮 这是在北欧 有必要这么怕他吗 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1728章 当成肥主宰了 理查德因为自己内心的脑骨 此刻已将叶晨视为温神 眼下的他 只想稳住眼下的局面 不要再与叶晨有任何新的矛盾 于是 他悄悄给了奥利维亚 一个警告的眼神 随后才开口 问叶晨道 叶先生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 叶晨微微点头 没有说话 理查德松了口气 这才赶紧宣布 这场婚礼前的亲友宴会正式开始 席间 理查德放下之前的所谓皇室身段 频频向叶晨敬酒 神色言语 无不毙恭毙敬 奥利维亚实在搞不明白 便借故将爸爸叫到一旁 低声问他 爸 你这半天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对那个叶晨这么卑微 理查德警告道 叶家与万龙殿恐怕有了密切合作 你暂时不要碰叶晨的眉头 奥利维亚这才想明白 急忙问道 爸 那海伦娜的婚事怎么办 理查德说 此事暂且先缓一缓 你看阿曼拉莫维奇那个 唯唯诺诺的样子 就算你让他把海伦娜带走 他也未必敢带 奥利维亚咬了咬牙 满心不甘地说道 海伦娜要是嫁到叶家 岂不是有万龙殿撑腰了 理查德安慰道 现在先别想这些 抓紧时间把婚礼办完 然后就抓紧时间登机 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至于海伦娜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他本身就身患重病 就算嫁到叶家 有万龙殿撑腰 又能活几年呢 奥利维亚听到这里 神色终于有了些许缓和 不过他脑子里 不禁想起为婚夫威廉之前 坑叶晨一笔的打算 想开口征求一下 爸爸的意见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爸爸如今 有些过分忌惮叹叶晨 若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答应 所以便没再多说 回到饭桌上 威廉低声问他 奥利维亚 我们商量好的那件事 还要不要做 做 奥利维亚低声回应 只要你说的 那个荷官是个好手 别被发现 就是正大光明 谁也不怕 在奥利维亚看来 万龙殿虽然厉害 但也不是什么都敢做的 如果今天夜晨 在这里输了钱 那他就得愿赌服输 万龙殿毕竟是拥兵组织 不是邪恶组织 他们如果敢出面 那自然会引发 全社会的抵制 所以这次说什么也不能 轻易把夜晨放走 最少也得把那架 邪和式客机留下来 对这两人来说 邪和式客机这种 顶级玩家的顶级奢侈品 吸引力强大到无与伦比 既然已经动了歹念 就绝对不会轻易打消 果然 待晚宴进行的差不多时 饭桌上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笑着说道 诸位现在时间还早 大家要不要玩两把扑克 夜晨听到这话 眉毛轻轻一挑 心道终于要来了 一听说要玩扑克 桌上其他几位年轻人 都来了兴致 一个个纷纷举手 其中一人笑着说道 好啊 打两把德州扑克怎么样 算我一个 那也算我一个 眨眼功夫就有五人举手 威廉故意没第一时间举手 而是等这几人都跃跃欲试的时候 才开口道 那也算我一个吧 说完 他看向夜晨 正琢磨该用什么话术 忽悠他的时候 夜晨主动举起手道 我也挺喜欢德州扑克 算我一个 威廉激动得 差点没欢呼一声 我还正想找切入点 尽量自然地邀请夜晨入坑 没想到夜晨自己就跳进来了 完美 于是 他故作礼貌地说道 真没想到夜先生 你也喜欢玩德州扑克 既然这样的话 那大家就一起玩两把 娱乐娱乐 夜晨也同样一脸友善地说道 哈哈 威廉先生说得对 娱乐娱乐 我这人没别的爱好 就喜欢打牌 虽然牌技很臭 但就是喜欢打 基本每年光在打牌上 就得输他个二三十亿 威廉心里乐疯了 嘴上却笑着说道 看来大家都一样 我也是牌技极差 但是又特别爱玩 每年都会输不少钱当学费 夜晨毫不在意地说道 大家都是年轻人 当然是开心为主嘛 数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奥利维亚 笑眯眯地说 既然大家都想玩 那就我也陪你们一起玩两局吧 说吧 奥利维亚又道 这样大家一步二楼 那有一个休闲中心 刚好还有一张牌桌 众人自然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奥利维亚的父亲 李查德松了口气 心中暗存 看来奥利维亚和我这个未来女婿 是主动要跟夜晨打成一片了 这两个孩子能够这么快就放下之前的芥蒂 果然都是眼力非凡的青年才俊 想到这 李查德也放下心来 随后笑道 你们年轻人爱打牌的 就一起上去玩吧 我跟罗斯柴尔德先生 再喝几杯聊几句 就不跟着你们 这帮年轻人一起过去了 威廉的父亲 乔治罗斯柴尔德此时 和李查德想的一样 也觉着两个孩子 已经认清了现实 而且同样为孩子们的成熟而欣慰 于是也没多想 便笑着说道 是啊 你们年轻人去玩吧 我们两个老头子再多喝几杯 于是 一众人便站起身来 准备前往二楼 夜晨便对身边的海伦娜说道 海伦娜 你跟我一起吧 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 与夜晨一起上了二楼 皇室在古堡的二层 有一个近千平米的休闲中心 在这里 不但有健身房 桌球厅以及影音厅 KTV等设施 还有诸如芬兰域 SPA的专属区域 甚至是打德州扑克的专用房间 德州扑克在欧美非常盛行 经过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的努力 这种玩法几乎已经成了 整个西方世界最流行的扑克玩法 甚至已经开始蜂蜜全球 夜晨虽然很少打牌 但也知道德州扑克的玩法 他猜出今天威廉和奥利维亚 想给自己玩个杀猪盘 于是他便打算将计就计 直接把他俩当成肥猪仔了 众人来到牌桌前 之前张洛打牌的那个人自高奋勇地说道 这样吧诸位 大家经济实力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玩起来肯定要公平 要尽兴 所以今天你们大家玩 我给大家当和官 赢钱的朋友们 到最后的时候随便给我一点分红就行了 给和官分红 在西方很普遍 而且也并不是谁都要给 只需要赢钱的 从自己赢的钱里拿出几个百分点来 所以大家也都没有意见 于是那人便拿来一副崭新的扑克 笑着说道 来大家检查一下 这副牌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我就开始发牌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29章 不跟你玩了 因为牌局是临时起义 而且张洛打牌的那个人 主动放弃直接参与牌局 而且自告奋勇 做了和官 所以除了叶晨和奥利维亚之外 其他几名参与者压根没网出千的方面去向 而且 这场地是北欧皇室自己的棋牌室 扑克牌也是棋牌室库存的未拆封全新品 所以就更没人会怀疑了 其实扑克牌也确实没什么问题 真正的问题出在这名和官身上 他本身就是一个赌数高手 而且就是靠赌数发家致富 即便是跟职业选手一起玩牌 他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出老千 就更不用说面对这么一帮业余选手了 此人手速极快 记忆力又非常好 手指灵活度超群 堪比进井魔术师 所以他洗牌的时候 没人知道他早已经将每一张牌的位置牢记在心 随后 他看似随意的切牌插牌 早已经将扑克牌按照自己预定的规则排列好 而此时奥利维亚也给美人发了一摞筹码 开口道 诸位 我们每个人的筹码都是一亿欧元 大家先拿着用 谁最先输光了 就从其他人手里买其一亿筹码的欧元继续玩 最后不完了 大家就盘点一下 谁的筹码不够一亿欧元的 就把缺少的那部分钱拿出来 赢家按照各自赢的金额来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 众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毕竟奥利维亚这里并不是真正的赌场 在赌场里玩 大家会先花钱从赌场买筹码 最后再去退钱 但这种朋友间私下的赌局 一般都不会从某个人手里买筹码 而是先发筹码 最先输光的就拿钱出来买 这样也比较方便统计 不过就在其他人纷纷点头的时候 叶辰开口道 我插一句啊 筹码只有一亿欧元 是不是少了一点 这还少 一个叶辰也不认识的小子 脱口说道 玩玩而已 一个亿就不少了 叶辰摆摆手 一脸瞧不上他的表情 撇嘴道 一亿欧元不尽兴 筹码不够多的话 我下注都下步爽快 奥利维亚盲问 那叶先生是什么意思 叶辰笑道 简单 所有筹码面值 成十倍就是了 说着 他拿起一张十万的筹码 开口道 你看 这个十万的筹码 就代表一百万欧元 旁边这张一百万的 就当一千万欧元 其他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其中一人心中暗存 妈的果然财大气粗啊 娱乐排局都要打到十亿欧元 这他妈也太吓人了 其他几人大都也是这个意思 玩得太大 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帮人最多也就能输个几百几千万 真要在这种场合输一个亿 那绝对是要崩溃的 不过 威廉倒是激动至极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有何观 暗中帮助 绝对往死里吃叶尘 别说最多十亿欧元 妈的一百亿欧元 又算鸡毛 胜率百分百的好事情 干就完了 于是 他便开口说道 诸位 叶先生远来是客 大家千万别让叶先生扫兴 要是实在觉得赌注太大 就别勉强压重注便是 众人一听这话 也只能点头答应 毕竟 在这里威廉算是半个主人 而且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面子比其他人都大一些 至于叶辰 背后的叶家 确实也是身价超千亿欧元 又跟万龙殿 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家也只能顺着他们两人 何官见此便笑着说道 好 既然大家都商量好了规则 那我现在发牌了 紧接着 他将第一张牌发到了他右手边的第一人 然后一直顺序发牌 发牌过后 开始下注 叶辰根本不关注自己 究竟是什么牌 只要到自己面前 立刻丢下一张一百万欧元的筹码 几轮之后 他便丢进去四百万欧元筹码 但实际代表着七千万欧元的资金量 其他人一时间还无法适应 这种大额下注 纷纷起牌观望 牌桌上 很快便只剩下了叶辰与威廉两人 紧接着 何官开口道 请两位摊牌 叶辰随手翻开自己的底牌 他的牌只有区区一个对子和三张杂牌 在德州扑克里 算是非常小的牌面 而威廉竟然第一局就上手一把炸弹牌 手里有四个J和一张杂牌 比叶辰的牌面大出许多 何官当即宣布 这一局 威廉获胜 威廉有些激动地将所有筹码揽到面前 笑着说道 叶先生 不好意思了 叶辰毫不在意地说道 哎呀 几千万而已 何必这么客气 再说了 我们华下牌桌上 有句俗话 叫 先赢的是指 后赢的是钱 胜败要等最后一刻 才能知晓 威廉不禁向叶辰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称赞道 叶先生 果然气度非凡 那咱们继续 叶辰点点头 笑道 来嘛 威廉向何官悄悄使了个眼色 刚才 叶辰的牌面太小 这一局 他想让叶辰牌面大一些 这样也能让叶辰下注更大 果然 这一局 何官给叶辰做牌 做了一把炸弹牌 然后又给威廉 做了一把铜花顺 叶辰也果然上当 看到牌面很大 一连扔了两千万的筹码 按照约定 这就等于是下注两亿欧元 牌局只剩下 他和威廉 到了开牌的时候 威廉直接甩出铜花顺 现场其他几人都看愣了 一个个纷纷感叹 威廉运运气太好 何官再次宣布 这一局 还是威廉获胜 威廉一边收筹码 一边感叹道 叶先生这把牌确实很大 不过我的牌面 还是更大一些 还请见谅 叶辰毫不在意的摆摆手 拿去拿去 全部拿去 就这么点毛毛鱼 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撒撒水而已 毛都不算 奥利维亚看着叶辰 那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心里不禁暗叹 还真是个烧钱不眨眼的 顽固子弟 照这么看 今晚肯定能赢他 一架协和式客机 以后 我登机加勉之后 就能坐着协和式客机 去世界各地访问了 在全世界的皇室里 也是独一份的 威廉也同样激动 眼看自己两把 就赢了叶辰 两亿四千多万欧元 于是便开口道 那个叶先生 按照咱们之前的规定 您现在输的钱 已经超一亿欧元 要花钱把这批筹码 买回去了 叶辰皱了皱眉 这时候就开始往回买啊 不是说筹码 全都输完了才买吗 我这还多着呢 威廉尴尬地说道 可是咱们刚才说的 就是一亿欧元输完 就结算一次 您这都两亿多了 实际金额 按筹码面值十倍来算 这是你刚才提出来的 叶辰不屑地说道 老子一把牌 就要输两个亿 照你这么搞 难道一把牌里面 老子还要分两次付你钱 你不嫌烦啊 威廉盲道 挨压叶先生 要不然咱们一局一结账 也是可以的 叶辰厌恶地说道 我看你长得人模狗样 还以为你应该 也是个爽快人 没想到你怎么一打牌 就默默唧唧跟个娘们似的 一局一结账 这么麻烦 老子还怎么痛快玩耍 既然那一亿筹码 代表十亿欧元 就等我把这些筹码 都输光了 一把给你 十亿欧元就是 说着 叶辰见他又想说话 立刻一脸不屑地说道 你也别跟我多废话 不然老子 现在就把钱给你 不他妈跟你完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0章 白瞎了 你这个人儿了 威廉一见叶辰有些生气 顿时便紧张地 连忙解释道 叶先生 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说着 又接着道 我是以为咱们这规矩 还是跟刚才定的时候一样 一亿欧元一结账 不过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废话了 就什么时候 输够十亿欧元 什么时候结算一次 要是等到排局最后 也没输到这么多的话 咱们等排局结束了 再按照实际 输掉的金额支付 你看怎么样 叶辰满意地点点头 笑道 对了 这他妈 才像个爷们说的话 不然我还以为 你是那种 没见过钱的穷掉 刚赢了一点钱 就迫不及待地 都想装进口袋里 落袋为安 说到这儿 叶辰很是认真地说道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叶辰最瞧不上的 就是这样的傻鸟 是是是 对对对 威廉听了这话 知道叶辰是在骂自己 但还是点头 如捣蒜一般 满脸谄媚地说道 叶先生说得对 出来完 这格局确实是要大一点的 说完 他急忙又道 来 咱们继续 叶辰点点头 来吧 这一局 威廉拿到了一把三条A 叶辰拿到的也是三条 不过却是三条K 不过 威廉有一张A式底牌 叶辰只能看到两条A 于是他故意 扔下两千万的筹码 一脸志在必得地说道 我猜你肯定不可能是三条A 威廉微微一笑 同样丢下两千万筹码 笑着说道 叶先生既然这么自信 那不如在家点住 叶辰耸了耸肩膀 加就加啊 我才不怕你的激将法 说完又是两千万筹码丢进去 这一来一回 叶辰就等于压了四亿欧元 紧接着又到了摊牌时刻 威廉从底牌里 翻出一张A 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叶先生 我这里面还真有一条A 奥利维亚看到这 都快激动地跳起来 而其他人一个个则看得满面骇然 叶辰现在输了威廉 差不多七亿欧元 这才过去不到二十分钟 不过叶辰一点也不在意 他轻轻摇了摇头 笑道 威廉 看来你这个准心狼 今天晚上是红运当头啊 说吧 叶辰又到 我还就不信 我的运气压不过你 来 咱们继续 其他人发现 自己完全就是陪跑了 因为这么大的赌注 他们就算开始的牌面 很好也不敢乱上 所以很快又到了 叶辰与威廉的直面对决 这一把 叶辰有意空了 一下下注的节奏 陆陆续续下了 差不多两千万欧元时 手里的筹码面值 还剩下七八百万 排桌上等于七八千万 要是叶辰输了这一把 那他就等于输了九个多亿 马上就要按规定 用真金白银从威廉手中 购买筹码了 威廉此时也非常激动 还没到半个小时 就他妈赢了将近十个亿 这种感觉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叶辰稳扎稳打 又丢了五百万筹码进去 手里只剩下两百多万 威廉想逼着叶辰 赶紧掀出一笔钱 于是立刻丢了 一千万筹码进去 开口道 叶先生 我下一个亿 你好像没筹码了啊 叶辰耸了耸肩膀 把一手大砸牌 直接丢到一边 开口道 我弃牌 众人一阵哗然 这就弃牌了 扔了一两个亿 结果说弃牌就弃牌 这家伙到底会不会玩 早知道他这么蠢 我刚才说什么 也得吃他一把 不能让钱全被威廉赚去了 威廉此时都快小开花了 但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能缓了半天 才开口说道 叶先生 你现在已经没有筹码 进行下一局了 您看是不是 先把钱结一下 叶辰皱了皱眉 一脸不爽地开口道 这他妈真是邪门了 今天手气怎么这么差 说完 他看了看威廉 问道 我是要花钱赎回筹码了是吧 是是是 威廉整张脸笑得 如菊花般灿烂 眯着眼道 叶先生 我把我瑞士银行的账号给你 行 叶辰点点头 道 你先给我账号 我一会安排财务打款 说着 叶辰又道 对了 跨行转账 而且又是欧元转账 肯定比较麻烦 一时半会也到不了 总不能让大家都在这里 等着我的钱到账吧 要不这样 我先把我的鞋和客机压在你这 给你写一个抵押协议 签字画押 折价三亿欧元 你只要给我三千万筹码 够我再玩一局的就行了 你看如何 威廉心里都快笑疯了 脸上却硬是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 感慨道 叶先生 你那架鞋和客机确实非常难得 不过这鞋和客机也真的是老飞机了 折价三亿欧元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叶晨看着威廉 一脸瞧不上他的样子 摇头说道 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做事就默默唧唧 像个娘们儿一样 先别说我那飞机本来就是绝版货 而且又花了大量的资金翻新装修 那就光说你今天赢了我快是亿欧元了 就算这些和客机折价三亿欧元抵押给你 来说不也就是一把牌而已吗 一把牌你又赢回去了 飞机到时候就归你了 两个亿和三个亿有什么区别呢 奥利维亚明白这个道理 急忙说道 威廉 叶先生说的对 你也太不像个男人了吧 这么点事情还在这里斤斤计较 赶紧答应叶先生再拿三千万筹码给叶先生啊 威廉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心说妈的对啊 反正叶晨是把飞机抵押给我 无论我折价多少筹码 最终还是要落进我口袋里的 到时候不但飞机归了我 叶晨还要给我十亿欧元 我他妈今天真是走狗屎运了 想到这里 威廉急忙从自己的筹码堆里拿出三千万来 恭敬的双手推到叶晨面前 裴晓说道 叶先生三千万筹码 还请你收下 叶晨伸手接过了那三千万筹码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又看着奥利维亚 认真说道 哎呀奥利维亚 说心里话 你找了这么个对象 可真是白瞎了 你这个人儿了 奥利维亚也觉得威廉这家伙 有点上不来台面 不过毕竟他们两个人 今天玩的是夫妻当 威廉今天赢叶晨多少 就有他奥利维亚的一半 叶晨把筹码堆在自己面前 主动要了纸笔 随手写了一份简单的抵押协议 然后签字 并且按下手印 搞定之后 他将抵押协议递给威廉 又看了一眼 那个发牌的核官 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说这位哥们 这局你得给老子好好发牌 你看老子输了这么多 也该让老子赢一局了吧 那核官正想客套两句 忽然感觉一股无形的能量涌入大脑 紧接着便立刻恭敬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的这点变化 除了叶晨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1张 让你死个痛快 紧接着的这把牌 又有了一点新意思 发到四张牌的时候 叶晨很快拿到了三条A 其中有两条都在明面 而威廉就牛逼了 他的牌是10 Shake UK 而且还是青衣色的黑桃 看到这个牌 威廉心里就知道 自己这位核官哥们 应该是打算给自己 来一把铜花顺 然后给叶晨来一个四条A 铜花顺是 德州扑克最大的牌形 通杀其他所有 而叶晨此时 已经暴露出来两条A 最好的牌形 也就是四条A了 就算他四条A 也不可能赢得了 铜花顺 所以威廉毫不怀疑 叶晨这把必输 而自己则必胜 但叶晨好似就不信邪 几轮压住 就把几乎所有的筹码 都压了进去 眼看发最后一张牌 叶晨笑着说道 威廉先生 这把我要是输了 飞机归你 十亿欧元 立刻让财物打过去 威廉激动坏了 心跳速度都有些乱套 脱口说道 不好意思啊 叶先生 看这牌形 今天让你破费了 嗨 叶晨毫不在意的 大手一挥 云淡风轻的说道 这点钱算个屁 万龙殿一开口 就要走我叶家几千亿欧元 我们不也痛快给了吗 说着 叶晨哈哈一笑 用一种提携小弟的语气说道 哇 今天就是你的财神爷 不远万里过来 就是为了给你送点零花钱 能赢多少 全看你的本事 说着 叶晨看了何官一眼 笑道 来 发牌 何官立刻开始 发最后一张牌 牌面给到叶晨的 是一张黑桃A 见叶晨拿到黑桃A 威廉一点都没有 惊讶 看来 自己那位朋友 就是要给叶晨 一把四条A 这是仅次于 铜花顺的牌型 不过 威廉相信 自己这位朋友 给自己做的牌 一定是九 十 Shake UK的铜花顺 只要拿到铜花顺 吻赢叶晨四条A 所以 他十分坚定地认为 自己最后一张牌 一定就是 黑桃酒 这时候 叶晨直接将 自己的底牌 也翻了出来 淡淡道 威廉先生 我是四条A 看来你只有拿铜花顺 才能赢我了 这铜花顺 可没这么好拿 威廉自信 满满地笑道 叶先生 我今天运气特别好 所以我敢肯定 我这最后一张牌 一定就是黑桃酒 叶晨撇撇嘴 少跟我来这套 老子压根不信你 威廉挑了挑眉 笑问道 叶先生既然不信 那不妨就让何官直接发牌 咱们抓紧定出个胜负吧 别 叶晨伸手拦住 笑道 既然完了 那我们不如玩大一点儿 就这一把牌 咱们一人再追加二十亿欧元 玩二个刺激的 怎么样 现场所有人都疯了 一个人脱口道 一人追加二十亿欧元 这这是要玩命啊 另一人在旁附和 我他妈活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赌局 是啊 太太他妈刺激了 威廉也傻了 要说叶晨之前的表现 是一个合格的散财童子 那现在叶晨的表现 在他看来 已经快成散财耶稣了 见过送钱的 可真没见过这么送钱的 直接追加二十亿 这钱送的这么大 大到他威廉都不太敢要了 于是他有些紧张的说道 叶 叶先生 依我看 我们这局就别再追加了 二十亿欧元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你再不把钱当回事 也不能这么扔钱啊 叶晨笑道 你这牌还没开出来 你怎么知道 就一定是我在扔钱呢 威廉尴尬的说 叶先生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真觉得这一局 我赢的几率比你要大得多 要不咱们就直接开牌 就桌面上这些筹码 谁赢谁拿 别再额外追加了 行吗 叶晨善笑一声 讥讽道 我就说你是跟个娘们似的吧 真是一个子儿都没冤枉你 你他妈已经赢了十个亿了 你怕什么了 说着 他又对奥利维亚说道 你劝劝你这个未婚夫 男人嘛 该应的时候一定要应 关键时刻软啪啪的 以后怎么当女皇的丈夫 奥利维亚也慌了 他知道威廉必胜 但他也知道 如果威廉赢的太多 很可能会出大问题 算上之前的 如果叶晨这一把 再输进去二十亿欧元 那就是三十亿欧元现金 外加一架协合式客机 光这把牌 叶晨输掉的资产 就比整个北欧皇室 拥有的资产还要多 说真的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 他心里想的是 万一叶晨输急眼了 非要报复威廉怎么办 万一他把万龙殿招来怎么办 可奥利维亚不知道的是 叶晨一点都没输急眼 但威廉此时 却被叶晨骂急眼了 他有些气愤的说道 叶先生 我希望你弄清楚 我不想跟进 这二十亿的赌注 不是因为我不够男人 而是我不想赢你太多 我这是 再给你留一条退路 可是你为什么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咄咄逼人啊 叶晨笑道 威廉不是我说你 你这种思维 就是典型的穷调思维 说着叶晨鄙夷的嘲讽道 你呀 就像那些老子 买了劳斯莱斯之后 跑来跟老子说 劳斯莱斯有好高 劝老子别开劳斯莱斯的穷调 你说这种穷调 也不动动他们那穷调脑子 好好想一想 老子能花上百万欧元 买一辆劳斯莱斯 难道还加不起 一百欧元一箱的汽油吗 周围众人听了 纷纷一阵暗笑 虽说叶晨一直大笔大笔 输钱的行为 在他们眼里傻逼至极 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叶晨这话说的有道理 人家有的是钱 需要一个比他穷得多的人 来教他怎么省钱吗 威廉听了这番话 真是气猛了 他是真没想到 叶晨竟然主动求死 而且还把自己的好心 当成驴肝肺 当众羞辱自己 是穷掉 他心中不禁暗骂 好你个姓叶的 老子好心好意 想留你半条命 但你就是死活都不领情 那行 老子今天就赢你一个大的 让你哭都没有眼泪 想到这 他一排桌子 吏声道好二十亿就二十亿 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笑道来最后一张牌 开牌之前 就像我刚才给你写抵押协议一样 咱们一人写一张二十亿的欠条 签字画押放在桌面上 谁要赢了谁就把对方那张拿走 怎么样 威廉冷笑道写就写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叶晨笑道行那就赶紧写吧 这么多人见证着 谁也耍不了无赖 好 已经怒气上头的威廉 立刻便按照叶晨所说 写下了一张二十亿的欠条 而叶晨也不含糊 立刻在纸上明确写下自己欠 威廉二十亿欧元的字样 同时还提醒威廉道 对了付款方式上要写明白 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付全款 否则的话是为违约 违约金一天百分之一百 威廉此时那还顾得上思考 冷笑道 我会怕你 来 我这就写上去 叶晨点点头 也将同样的内容写在自己那张欠条上 随后 两人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以及所有人手机视频的记录下 在各自的欠条上签好了字 画好了鸭 叶晨将两张欠条同时放在筹码堆里 看着那何官 微微一笑道 来 开牌吧 威廉一双眼睛 如刻莫多聚习一般 死死盯着叶晨 冷笑道 叶先生 今天我就让你死个痛快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2章 一定是你黑吃黑 此时的威廉 已经做好了迎接30亿欧元 以及一架协和式客机的准备 现场除了叶晨之外的所有人 都紧盯着和官的手 屏息以待 这一张牌 将决定桌面几十亿欧元的去向 而威廉和奥利维亚 都是胜券在握 叶晨此时倒是一点也不在意 表情不喜不悲 不紧不慢 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和官这时候将一张牌拿起来 忽然翻开丢到威廉面前 这一瞬间 威廉还没有看清那张牌究竟是什么 整个人就已经如遭雷击 因为他看到 自己的那张牌是红色的 夜晨四条A已经摆在那里 威廉想赢 就必须是铜花顺 黑桃A已经在夜晨手中 所以威廉如果想赢 第五张牌只能也必须是黑桃九 所有榨过金花的人都知道 拿到三张的铜花顺 就已经极其难得了 又何况是五张的铜花顺 可是威廉原本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 自己那个和官朋友 可以把任何自己想要的牌 都做给自己 所以他早就断定 这张牌绝对就是黑桃九 可是这牌一旦是红色 那威廉根本就不需要看他到底是什么点数 就可以绝对确定 这把牌是自己输了 现场除了夜晨和海伦娜 剩下的不是威廉的未婚妻 就是威廉的朋友 所以当他们看到底牌 竟然是一张红色牌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忍不住发出一声极其惋惜的惊呼 奥利维亚都快心脏病发了 本以为威廉这把抓住一个大的 正想着稍后该怎么庆祝 没想到一转头 威廉就反过来输了这么多 一下子 这个未来的北欧女皇 整个人紧张至极 心中喃喃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黑桃酒 到底为什么不是黑桃酒 威廉更是猛了 一反一正几十亿欧元的巨大落差 让他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脱口吼道 这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的牌应该是黑桃酒 怎么可能是方片六 谁把我的牌换走了 叶晨立刻收起了原本那个 散财童子的模样 看着威廉冷声讥讽道 还绝不可能 这牌是你爹啊 你让他是黑桃酒 他就是黑桃酒 竟扯你妈蛋 威廉疯了一样 怒视着自己那个和官朋友 怒骂道 是你 你他妈的故意玩我是不是 姓叶的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竟然这么搞我 叶晨冷声道 威廉你这话说的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 你们这帮人 我今天都是第一次见这位客串和官的朋友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明明就是你自己排运不行 怎么还怪起别人来了 我刚才输给你那么多次 我有怪过和官一句吗 威廉早已失去正常思维 此时的他就是一个彻底崩溃的赌徒 咬牙切齿道 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 我早就跟他说好了 帮我做牌 让我赢 但他偏偏在最重要的一把让我输个精光 这他妈肯定是有阴谋的 叶晨 一定是你黑吃黑 众人此时都愣住了 其他几名陪跑的 这时候才明白 原来威廉跟和官是串通好的 威廉此时也是气急攻心 整个人完全失去了理性 他现在就认定了 是这个和官反过来跟叶晨配合 把自己给吃死了 所以心里自然是极度不愤 可他哪想到 一句话就把他自己给卖了 叶晨这时候站起身来 冷冷道 哦 原来你他妈的联合别人出老千啊 知不知道赌桌上的规矩 出老千要剁手的 威廉这才猛然间惊醒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他立刻否认到我没有出老千 我刚才都是瞎说的 叶晨冷笑道 瞎说的是吧 好 叶晨说吧 看向那个和官 立生质问道 你 把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 那和官急忙开口道 威廉今天请我过来 就是想让我帮他在赌局上做牌 让他赢一笔钱 他这么干已经不止一次了 每次都至少有几百上千万欧元进账 这次我也是受他指使 所以才帮他出老千的 叶晨看向威廉 冷声问道 来 你还有什么话说 威廉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就在这时他忽然瞥见桌上的欠条 今日他原本是赢了叶晨十个亿的 现在输进去一张二十亿的欠条 等于不但没赢叶晨的钱 自己还道歉了叶晨十个亿 但他觉得一切的债务证据 都在那张欠条上 只要那张欠条不在了 这笔账自然也就不算数了 只要毁掉欠条 那大不了就是自己白玩一个晚上 于是他自以为迅速地忽然出手 伸手将那张欠条抓住 疯了一般就要往嘴里塞 可是他所谓的迅速 在叶晨的眼里已经慢得如同蝼蚁一般 就在威廉想把欠条塞进嘴里的那一刻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手腕 被人死死地抓住了 紧接着他的右手手腕忽然传来一声 极其清脆的断裂声 咔嚓 他只觉得右手手腕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 抬眼望去 赫然发现自己的手腕与整个手臂 只剩下一层皮肉相连 那骨头早已断裂 甚至断开的骨头 茬子都刺穿了皮肤 鲜血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 夜晨此时已经将那欠条 从他手中抽走 冷声说道 你可以啊 威廉出老千也就算了 输了钱就要把欠条吃了 你他妈才是真正的黑吃黑啊 说着夜晨杀意十足地警告他 如果你想赖账的话 下一个像这样断掉的 就是你裤裆里的那个东西 威廉整个人已经快要崩溃 剧痛导致的冷汗 顺着整张脸 啪哒啪哒地往下流 他知道自己今日栽了个狠的 也终于明白 夜晨之前 其实一直都在扳猪吃老虎 但他也真的害怕 夜晨会把自己的根废了 于是只能咬牙认栽 开口道 好 夜晨 你厉害 我扶你 夜晨冷笑道 别扶我 我也不需要你服 你先把这二十亿欧元给我付了再说 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 少一分我都不饶你 什么 威廉愤怒至极地吼道 我刚才还赢了你十亿 现在输你二十亿 充其量也就欠你十亿而已 夜晨一脸正色地说道 你少跟我在这里耍流氓 现在那赌桌上所有的筹码都是我的 你赢谁十亿啊 说着夜晨轻蔑一笑 又道 再说了 筹码只是一种塑料玩具 并不是钱 而这种写在纸上签字画压的欠条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 你懂不懂 威廉气疯了 脱口道 夜晨 你还是不是人 这么多人在这里都可以给我作证 他们都是目击证人 夜晨点点头 没问题啊 你有你的目击证人 我有我的铁证如山 说吧 夜晨又道 要不咱们就干脆这样 明天就在北欧当地对簿公堂 你把你的这些目击证人都叫到法庭上去 我就在法庭上当堂出示你这张欠条 看看法庭怎么判 说着 夜晨又道 另外 咱们也让欧洲人民来评评理 到底是你白纸黑字的欠我二十亿欧元有礼 还是你联合别人想出迁害我 但最后却被我一举反杀更有理 威廉一听这话 整个人吓得面色煞白 而夜晨还没说完 他看着威廉 继续道 哦对了 顺便也让北欧的司法部门研究一下 你在赌局上出老千 试图迎走我三十亿欧元 外加一架飞机 这么大的事情 按照北欧法律 不知道会判多少年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33章 又不是我儿子 此时此刻 威廉整个人的内心防线已经彻底崩溃 他心里很清楚 这种事情 一旦真的闹到对部公堂 自己肯定失败的那一个 而且一定是惨败 别说自己亲手写的欠条 现在就在夜晨手上 单就自己 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人 同时还作为北欧女皇 即将大婚的未婚夫 竟然会在排局上出老千 坑害别人这一件事 就足以让自己彻底身败名裂 更何况 这坑的可是30亿欧元 外加一架飞机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能成为全球金额最大的赌局诈骗 对家族名誉 绝对是灭顶之灾 欧洲的皇室以及大家族 最注重的就是名声 如果一个皇室成员 哪怕他是王子殿下 只要他做了皇室 不允许做的事情 并且被公诸于众 皇室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 也一定会将他的皇室身份剥夺 然后驱逐出皇宫 大不列颠就有一位王子 已经被皇室除名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爆料出去的话 威廉和奥利维亚的婚礼 绝对不可能再继续举行了 而且这么丢人的事情 一旦传出去 就是丢了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 他们这个第三阶梯家族 平时根本不会被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 关注到 可一旦闹出这种国际丑闻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 一定会大为震怒 到那时 威廉的整个家族 恐怕都将经受灭顶之灾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在欧洲赌博的时候 出老千 与诈骗无异 是要以诈骗罪入行的 而威廉诈骗的金额 绝对堪称极其巨大 这肯定要把老底坐穿了 一想到这 他立刻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哭着哀求道 叶晨 我错了 我不该出老千 坑害你 求你看在我明天 就要结婚的份上 饶我一马吧 如果这件事 真捅出去 我这辈子 可就毁了啊 叶晨点点头 随口道 那就毁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威廉跪在地上 不断磕头 哭着说 叶晨 求你念在我只是出饭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也一定会 让我的家族 想办法帮我 偿还这笔赌债 只求你能够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叶晨笑道 你要搞明白一件事情 现在你欠我这二十亿 是白纸黑字写明白的 只要我去法院告你 你也肯定是要还给我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为什么还要对你高抬贵手呢 威廉近乎绝望 哭着说 叶晨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原谅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不把这件事情 闹到法庭上去 叶晨淡然一笑 开口说道 这件事 就要看你们家的诚意了 说完 他看向奥利维亚 开口道 奥利维亚 威廉的父母 应该就在一楼宴会厅 和你爸妈一起喝酒 现在威廉惹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看他是解决不了了 就辛苦你跑一趟 把威廉的父母叫上来 看看这件事情 威廉一家人准备怎么解决 奥利维亚此时也快崩溃了 他明天就要结婚了 这件事情已经昭告天下 明天全国乃至全欧洲人民 都会关注自己的结婚典礼 要是这个时候 自己的未婚夫传出这么大的丑闻 而且还被司法部门抓起来 那自己这个未来女皇的名声 也要被提前毁掉了 所以他和威廉一样 说什么也不能 让这件事情公诸于众 于是他急忙对叶臣说道 叶先生请稍等 我这就去请威廉的父母上来 说完赶紧便跑了出去 此时的宴会厅内 理查德伊利亚特 正在与乔治罗斯柴尔德 一起推杯幻展 被夜晨抽了一巴掌的 阿曼拉莫为奇 早就兴兴回房去了 两人的老婆也因为不胜酒力 先回了房 宴会厅里就剩这两个男人 你一杯我一杯的畅饮着 两人的心情都非常不错 毕竟明天就是两个孩子 大婚的好日子 大婚之后用不了多久 奥利维亚就能够登基成为女皇 到时候 威廉作为她的丈夫 也将被正式册封为亲王 到那时 有了亲王头衔的威廉 一定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名声大造 说不定 他们整个家族就能够挤身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阶梯 就在两人开心对眼的时候 奥利维亚飞快地跑下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爸 乔治叔叔 你们快上二楼 威廉闯下大祸了 闯祸 威廉的爸爸乔治一脸诧异地问道 你们这帮年轻人不是去打牌了吗 威廉能闯什么祸啊 奥利维亚哭着说道 威廉一心想着给夜晨设局 跟他的一个朋友联合起来出老千想坑夜晨 结果被夜晨识破了 而且还输给夜晨二十亿欧元 现在夜晨闹着要对簿公堂呢 什么 乔治感觉整个人一阵眩晕脱口道 他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 竟然赶出老千坑夜晨 而且还搞这么大 我不是跟他说了 不要去招惹那个姓夜的吗 奥利维亚也是后悔无比地说道 威廉是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能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既能赢夜晨一笔钱 而且还有机会把夜晨的鞋合式客机赢过来 可没想到他到头来还输给夜晨二十亿 乔治听完快崩溃了 二十亿欧元是多大一笔巨款 自然不用说 关键是这件事闹成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夜晨真的要把他捅出去的话 那自己的儿子就彻底完蛋了 在欧洲 一个人如果信誉破产的话 那么他的一切也都会随之破产 而且这么大的金额 坐牢怕是从现在一直做到八十岁生日 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进监狱 所以乔治第一时间便意识到 眼下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说什么也不能让夜晨 把这件事情捅出去 要想尽一切办法 与夜晨和解 于是他急忙起身 脱口道 带我过去 我去跟夜晨谈 理查德也紧张不已地说道 我跟你一起 很快 两人便与奥利维亚一起 跑进了二楼的棋牌室 一进房间便见到断了一只手的威廉 此时正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而夜晨此时则是抱歼站在他的面前 一脸巨傲 乔治一进门 不敢去关心自己的儿子 急忙来到夜晨面前 第三下四地说道 夜先生 这件事情是我教子无方 没想到这个逆子竟然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还希望你能多多见谅 夜晨反问他 他是你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我为什么要对他多多见谅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34章 爱情佳话 眼见夜晨对自己的求饶毫不买账 乔治急忙又道 夜先生 我这儿子犯了错 我这个做父亲的一定会想办法弥补 我会尽全力解决问题 还请你别这么动怒 夜晨点点头 开口道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 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你儿子竟然敢做局坑我 而且想一次就坑我30亿欧元 外加一架 鞋合是可及 我夜晨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遇到过下手这么狠的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 乔治顿时满脸冷汗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儿子竟然如此大胆 30亿欧元 一架 鞋合是可及 这他妈不是赌博来了 这是吃人来了 还没等他想好 怎么给夜晨一个满意的答复 夜晨晃了晃手里的20亿欧元欠条 淡淡道 还有这张欠条 是你儿子亲笔写的 欠了我20亿欧元 这笔债你又打算怎么解决 乔治立刻擦了擦满头汗水 这么大的金额 而且对方还是夜家人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件事如果解决不好 儿子很可能会老底坐穿 而且明天还是他与奥利维亚 打婚的日子 要是威廉进去了 那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现在一切都得以大局为重 于是乔治便咬紧牙关 开口道 叶先生 这20亿欧元债务 我 我替我儿子还了 还请您大人大量高抬贵手 乔治这次已经是大出血了 20亿欧元是他家庭全部资产的20% 一次性拿出来给叶晨 损失已经极其惨重 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由不得 乔治犹豫了 稍微犹豫一下 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无法挽回了 叶晨这时候一点也没有心满意足的样子 而是满脸不屑的说道 就算是你赔给我20亿欧元 也只是解决了债务的事情 他除老千坑我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 你要知道 这张欠条是你儿子白纸黑字亲笔写上的 而且还有他盖的手印 就算是告到法院去 你们也是要把这笔钱还给我的 而且我相信 北欧的法院肯定是能够帮我伸张正义的 说完 叶晨故意看了看奥利维亚 随后又朗声道 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这帮人李宾儿还有没有威廉的同伙 我把这件事交给北欧的司法机关 相信他们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眼见叶晨想把事情捅出去 乔治紧张的整个人血压升高 大脑一阵眩晕 不光是他 连奥利维亚都快崩溃了 他心中紧张无比的暗想 这次做局坑叶晨 虽说是威廉的主意 但我也是一开始就知道的 而且还跟威廉商量过 就连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地 都是我提供的 甚至我还早就跟威廉 明确了一人一半的分赃比例 所以在法律层面 我绝对算是他的同伙了 如果叶晨真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 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由司法系统解决的话 那司法系统必定先对威廉进行审讯 而威廉这种中看不中用的臭傻逼 到时候肯定很快就会把我供出来 要是让人知道 北欧未来的女皇竟然做局坑别人巨款 那我肯定没机会继承大桶了 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儿的奥利维亚 赶紧来到爸爸理查德身边 低声在他耳边哭着说 爸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出了这个房间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和威廉一起计划的 他一旦被抓肯定会把我供出来 那我可就彻底完了 理查德听到这话 眼前顿时一黑 差点摔倒在地 他好不容易缓过来 咬牙切齿地盯着奥利维亚 低声质问 你的脑子到底是什么做的 一个马上就要继承大桶成为女皇的人 竟然会参与这种出老千的赌局 你 你是要把我气死啊 理查德真是快疯了 北欧皇室虽然在北欧很受民众爱戴 但说白了 这就是一家子吉祥物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特权 而且北欧国的实际运作 全部由北欧的政府班子负责 内阁议会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管理者 皇室什么实际权力都没有 一旦皇室犯了法 北欧的司法机关才不会包庇他们 一想到这 理查德急忙出面卧旋道 叶先生 威廉固然有错 固然应该接受惩罚 但是也请你看在乔治 这么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上 别跟他一般见识 说着 理查德又道 要不然这样吧叶先生 针对威廉作局 坑你这件事 让罗斯柴尔德家族 再拿出一部分补偿给你 就当作私了的赔偿金 你看如何 乔治一听这话 也立刻连连点头哀求道 叶先生 你说一个数 只要在我们能承担的范畴内 我们绝不犹豫 叶臣哼哼一声 撇嘴道 你以为这件事情是拿钱就能解决的吗 你觉得我叶家缺钱吗 万龙殿上千亿欧元 我们都给了 钱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 说着 叶臣表情逐渐冷酷下来 立声道 我他妈现在就是要出口气 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敢这么坑我 上次有个不长眼的家伙 偷我银行卡 转走我两百多亿人民币 我当时还以为他已经胆大包天 无人能及了 没想到今天有人竟然想坑我三十亿欧元 和一架协和式客机 你们家威廉这胆子 真够大的 乔治一听这话 浑身一个机灵 紧接着便一脚 将跪在地上的威廉踹倒 然后冲上去 拉起他的衣领 便在他的脸上来回抽了七八个大耳光 一边打 一边骂道 你这个城市不足 败是有余的混账东西 我今天非打死你 给叶先生出口气 威廉被打得眼冒金星 眼泪哗啦啦的流 却一句话也不敢说 他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今天要是不让叶晨满意 自己就全完了 所以现在挨打也只能咬牙忍着 乔治抽了七八个耳光之后 抬头看向叶晨 见叶晨的表情一点也不在意 心知他肯定还不解恨 于是他咬紧牙 又抽了十几个耳光 直抽的威廉双颊冲血 眼见威廉整个人都快昏迷了 乔治只好先收手 转而对叶晨哀求道 叶先生 没法再打了 再打下去 威廉明天就没法举办婚礼了 求你看在他已经这个样子的份上 就饶他一次吧 叶晨冷笑道 你儿子捅出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还想着办婚礼呢 心够大的了 我劝你们抓紧时间 趁着还没到婚礼日 直接宣布婚礼延期吧 等威廉出狱的时候再不办 到时候奥利维亚 还能落下一个痴心绝对的美名 说到这 叶晨一脸憧憬的说道 你们想象 一个年轻女孩 苦等她的心上人出狱 一直等到七老八十 这是多么感人的爱情故事 而最终当两位白发苍苍的新人 颤颤巍巍的携手 走上婚姻殿堂 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终于修成正果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被他们感动 这种例子你们放眼全世界 怕是也没第二个了吧 依我看 绝对能成为一段 堪比罗密欧与朱利叶的爱情佳话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5章 赚双份钱 奥利维亚被叶晨这一通埋态 尴尬的恨不得用脚趾头 在地板上扣个洞 然后钻到一楼去 还什么狗屁 罗密欧与朱利叶 他怎么可能苦等威廉出狱 他现在只恨不得 赶紧跟威廉撇清一切关系 不然威廉要进监狱 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 威廉的父亲乔治 又哪能听不出 叶晨的挖苦和讥讽 眼见叶晨现在 完全不愿意私聊 他的内心已经惶恐至极 他看着叶晨 苦苦哀求道 叶先生 这件事情 错在我教子无方 只要您说出您的条件 无论再难 我都想办法 满足您的要求 叶晨没理他 而是看着威廉 冷声说道 威廉 如果你想让我高抬贵手 首先必须立刻老实 交代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包括你到底是 跟谁一起做的这个决定 现场这么多人里边 除了那个发牌的 核官之外 到底还有几个 是你的同伙 威廉急忙说道 没了没了 只有核官 是我的同伙 他之前在拉斯维加斯赌场 当过很多年的核官 赌计高超 所以我经常和他一起组局 在类似的聚会上 赢一些零花钱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两个人密谋的 没有第三人的参与了 叶辰冷声道 你说的句句属实吗 我警告你 如果你有半个字 没说实话 我立刻报警处理 到时候我还会让叶家 向北欧司法系统施压 要求对你从严判决 说着叶辰又道 而且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被警方抓走的话 那你可能一辈子 就要待在牢里了 到那个时候 我不管 你想维护的人是谁 但你可能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到时候别人依旧能够过自己的潇洒人生 而你就只能与铁窗相伴了 乔治听到叶辰的话 三两步走到威廉面前 又是一个巴掌狠狠地抽在他脸上 怒喝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说实话 你是真的想进监狱吗 你自己进监狱无所谓 但不要把我们整个家族都拖累了 威廉内心深处 慌得一批 下意识便哭着说道 我说 我说 我现在就说 这件事情的策划人 还有奥利维亚 我们两个一起 商量了这件事情 奥利维亚一听这话 顿时暴怒道 威廉 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和我有什么关系 威廉委屈不已地说道 主意确实是我想出来的 但你也非常支持啊 而且你也说了 无论我赚了一成多少钱 都要分你一半 如果我能把夜晨那架协和式客机 赢下来的话 那飞机也有你一半 你胡说 奥利维亚没想到 威廉因为害怕被深究 竟然把自己全都卖了出去 他顿时愤怒至极 大声吼道 威廉 这种时候 你竟然还想着把我拉下水 我算是看走眼了 明天的婚不用结了 以后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夜晨看着奥利维亚 冷笑道 奥利维亚 如果你们北欧警方认定 你确实是威廉的同伙 那这婚你想结也结不了了 就算你是从犯 恐怕也要进去坐几年牢 奥利维亚一听这话 顿时哭出声来 苦苦哀求道 叶先生 你我无冤无仇 没必要毁了我的前途吧 要不然您开个价 不管多少钱 只要在皇室负担范围内的 皇室都愿意赔给您 乔治见奥利维亚都这么说了 也急忙表态道 叶先生 我也是这个意思 您到底要怎么才能满意 怎么才能愿意私了 您尽管开价 只要我们能给得起的 我们都一定照办 说着 他指着威廉和奥利维亚 哽咽道 您看 这两个孩子都还很年轻 而且奥利维亚 很快就要成为北欧女皇 到时候如果把这件事捅出去的话 这两个孩子的人生就全毁了 叶陈摸着下巴 沉默片刻 笑道 你说的没错 他们两个确实还很年轻 真要把他们的前途全毁掉 我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说着 叶陈叹了口气 道 哎 看着你们都这么虔诚的份上 这件事情 我可以选择私聊 不过要看你们两家 解决问题的态度了 叶陈这话一出 两家人立刻就明白了 他话里的意思 既然是看态度 那就自然得拿出诚意来 于是 威廉的父亲乔治 立刻开口说道 叶先生您放心 只要您愿意高抬贵手 我立刻将这20亿欧元支付给您 说这话的时候 乔治的内心都在滴血 他们家族一共也就百亿欧元的资产 原本还答应了北欧皇室 在两人结婚后 要投资大量资金到北欧皇室的产业上 现在威廉又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这20亿欧元 已经远超他们家族的现金流储备 乔治只能把准备在婚后投资给皇室的钱 先拿出来赔付给叶陈 叶陈听到这话 不禁皱了皱眉 问他 你儿子本来就欠我20亿 这白纸黑字写着呢 你作为他的父亲 替他把这笔账还了也是天经地义 凭什么还舔着脸求 我高抬贵手 乔治没想到 20亿欧元竟然都不能让叶陈满意 只能硬着头皮问他 叶 叶先生 您到底怎么样才能满意 叶陈淡淡道 如果你想让我高抬贵手 那除了这20亿之外 你怎么也得再拿出点诚意来才说得过去 乔治紧张到声音都有些发颤 轻声问 叶 叶先生 您到底想要多少 叶陈淡淡道 我也不多要 除了这20亿欧元的欠款之外 再拿30亿欧元作为精神赔偿 50亿也好听一些 乔治眼前一黑 脱口道 叶先生 五 五十亿欧元 是不是 是不是太多了 叶陈反问 多吗 乔治几乎崩溃 耿叶道 叶先生 五十亿欧元 确实太多了 我们 我们哪里拿得出 这么多钱 叶陈看向奥利维亚 淡淡道 奥利维亚 既然这件事 你也参与了 那这五十亿欧元 就由你们两家一起出 至于每家出多少 你们自己去 协商一个比例 半小时后 我要见到五十亿欧元 打到我的账上 奥利维亚听愣了 脱口道 叶陈 这件事 威廉家 已经愿意出钱了 怎么还能让我们 皇室也出钱呢 一件事 你总不能 赚双分钱吧 叶陈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奥利维亚 你还真说对了 这件事 我就是要赚双分而钱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6章 杀他一如反掌 叶陈现在已经把这两家人 拿捏得死死的 无论是威廉 还是奥利维亚 都无法承受这件事情 曝光出去的后果 所以 他们一定会尽全力 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五十亿欧元 虽然很多 但对他们来说 如果勒紧裤腰带 也是能拿得出来的 所以 叶陈觉得有些时候 就是要逼一逼自己的敌人 不逼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能拿出多少钱 奥利维亚的父亲 理查德 此时整个人紧张无比 他知道 叶陈现在已经抓住了 自家的软肋 这件事 要是真曝光出去 皇室威延将荡然无存 到时候 国民不可能 允许奥利维亚这个 涉嫌犯罪的皇室成员 继承皇位 同理 他们也不可能 允许自己继承皇位 毕竟自己 是奥利维亚的亲生父亲 到那个时候 最有资格 继承皇位的 反而成了 一直在叶陈身边 没有说话的海伦娜 理查德绝不能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教女无方 这件事 我们愿意积极解决 还请您稍等片刻 我跟罗斯柴尔德家族 好好商量一下 叶陈点点头 但然道 你们尽管商量 我给你们半小时时间 半小时后 告诉我结果 理查德急忙说道 好的好的 叶先生 您请稍等 说完 他立刻看向威廉的父亲乔治 开口道 乔治 我们还是私下里 好好聊聊这件事吧 乔治也慌忙 答应下来 于是便毕恭毕敬地 对叶陈说道 叶先生 我们先出去讨论一下 尽快给您一个 满意的答复 叶陈摆摆手 你们就在这讨论吧 我跟海伦娜 去看看女皇 她想多陪陪老人家 谁也没把海伦娜 想去看女皇的事情 当回事 他们现在只想着 赶紧把解决方案 定下来 于是 理查德便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 您和海伦娜 可以直接上去 等我们这协商出 一个结果之后 我亲自去病房见您 好 叶陈微微点头 随后便对海伦娜 说道 海伦娜 咱们走 海伦娜急忙跟在叶陈身后 快步出了棋牌室 叶陈刚走 威廉就疯了一样 冲上去殴打 自己那位和官朋友 一边打 一边怒骂道 你他妈 竟然敢坑我 我杀了你 他的爸爸乔治 急忙拦住他 脱口吼道 威廉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尽快确定解决方案 你不要在这里 节外生枝 威廉只好停下动作 理查德这时候 对其他人说道 诸位 请给我们 一个独处的空间 我们有些事 要商议 众人自然知道 这两家人 目前面临的巨大问题 于是便纷纷离开 而那个被叶陈心里 暗示的和官 整个人 如丢了魂一般 于是便被其他人 带了出去 现场只剩下 两家四口人之后 乔治开口说道 诸位 我们首先 要达成一个共识 那就是今晚 一定要稳住叶陈 说什么都不能让他 把这件事捅出去 否则我们两家 就全完了 理查德叹气道 叶陈一开口 就是五十亿欧元 这简直比土匪 还要可怕一万倍 我们去哪弄 这么多钱给他 奥利维亚 看着威廉 气恼地说道 威廉 这件事 都怪你贪心不足 现在夜晨 要五十亿欧元赔偿 依我看 你要全部负担 我全部负担 威廉一听这话 顿时炸了 力声道 奥利维亚 之前分钱的时候 你开口说 你要一半 我可一句怨言 都没有 现在你想把锅 全甩给我 是吗 理查德这时候 开口道 威廉 这时候争吵 也没意义了 你和奥利维亚 都必须携手 渡过眼前难关 否则明日天亮的时候 就是你们俩 以及我们两个家族 名誉扫地的时刻 说完 他看向乔治 咬牙说道 夜晨开口 要五十亿欧元 我们伊利亚特家 最多能出十亿欧元 剩下的 就拜托你们了 乔治叹了口气 北欧皇室 只愿意出十亿 那留给他的资金缺口 确实有点大 但是愿意出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他了解 北欧皇室的实际情况 拿出十亿现金 肯定是他们的极限了 可是 四十亿欧元现金 对他来说 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他家族 目前的财政状况 今天最多也就能拿出 三十亿欧元 想要拿出四十亿 就必须先把一部分资产处理掉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于是 他开口道 我现在根本没能力解决四十亿欧元 这可是将近五十亿美元啊 我去哪弄这么多的现金给叶晨 理查德问他 那你最多能拿出多少 乔治脱口道 最多也就是三十亿欧元了 理查德一听这话 当即叹气道 乔治 你如果指望我们拿出二十亿欧元 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这根本不可能 不是我不愿意与你们一起分担 而是我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皇室所有的资产加起来 也就三十亿欧元上下 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 在我母亲的名下 他不死 那笔资产谁也动不了 乔治也知道 理查德所言非虚 便无理地问他 那怎么办 难道直接告诉叶晨 说我们凑不出这么多钱 肯定不行 理查德脱口道 如果这么告诉叶晨 那叶晨转身 把这件事捅出去 我们就完蛋了 奥利维亚这时候 死死咬着牙 开口道 实在不行 就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直接把叶晨杀了 一了百了 这怎么行 理查德惊呼一声 道 杀了叶晨 叶家人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别忘了 现在叶家人 还有万龙殿撑腰 奥利维亚表情 阴沉无比地说道 这件事情 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杀了叶晨 杀了他 然后想办法伪装成一场意外 只要我们做得无懈可击 而且其他人能保守秘密 叶家人也不可能把我们怎么样 威廉这时候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脱口道 我觉得奥利维亚的办法很可行 杀了叶晨 五十亿欧元也不用付了 只要我们处理得巧妙一些 让别人查不出什么实际线索 这件事就能蒙混过关 奥利维亚眼神中浮上浓浓沙意 冷冷道 我们皇室养了一些特殊人才 其中不乏精通暗杀的高手 依我看 不如就派人直接去把叶晨控制起来 然后把他从顶楼扔下去 摔死他 说着 奥利维亚又道 叶晨死后 我们把现场伪造成坠楼身亡 然后就告诉叶家 说叶晨与海伦纳通奸 而叶晨晚上翻窗户 进海伦纳房间的时候 失足摔死了 说到这 奥利维亚嘴角微微上扬 冷笑道 叶晨这次连个保镖都没带 而且还伸在我们的地盘上 我们想杀他 一如反掌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37章 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此时此刻 叶晨与海伦纳 已经来到了 古堡顶层女皇的病房 门口守卫 原本还想阻拦 但在向奥利维亚 请示之后 便立刻放行 来到病房 叶晨将医护人员 打发出去 看了一眼 病床上的老人 这是一个 行将就木的老狱 久经疾病 折磨的他 早已经看不出一个 女皇的气场与威严 一旁的海伦纳 满脸期待的 看着叶晨 问他 叶先生 您能治好我奶奶 让他醒过来吗 叶晨淡淡道 只要他 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肯定能治好 说着 叶晨走到病床前 将手搭在老人外门 一丝灵气 悄悄度入 片刻之后 叶晨眉头 渐渐紧皱 开口道 老太太 我猜你现在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吧 叶晨此话一出 便感觉老太太的手指在微微颤动 海伦纳不解的问 叶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晨摇了摇头 感叹道 你奶奶的意识还很清醒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现在应该能听见我们说话 什么 海伦纳惊呼道 奶奶 她能听见我们说话 那她为什么一直昏迷不醒 叶晨认真道 昏迷不醒的 只是她的身体 而非她的意识 只是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罢了 说着 叶晨故意用非常遗憾的语气 感慨道 我为什么说你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是因为没人知道她的意识还很清醒 没有人知道 她只是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现在的她 等于被永久的困在了自己的躯体内 若是能让她恢复对身体的控制 她就能真正意义上清醒 否则的话 她就只能永远活在封闭的大脑内 无法与任何人有任何交流 一直到身体宣告死亡 这种事情不是危言耸听 有相当一部分植物人 其实并非脑死亡 相反他们的大脑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这种人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他们脑子里什么都很清楚 但无法表达 无法动态 只能如火死人一般躺在这里 有些运气好的 昏迷几年 十几年 还有机会能够苏醒 但有些人 可能躺在病床上 几十年也无法苏醒 直至身体死亡 叶晨说到这里 便见双眼紧闭的女皇 眼角流出两行泪水 但她依旧无法控制 自己睁开眼睛 海伦娜此时已经泪流满面 耿叶道 叶先生 求你舅舅我奶奶吧 不要让她再受这种非人折磨了 叶晨叹气道 救她 自然是能救的 但是 叶晨话说到这里 便感觉到老太太 正在拼命地试图 晃动自己的手指 只可惜她的意念很强 但是力量很弱 虽然拼尽全力尝试 但手指头颤动的幅度 也不过就是区区几毫米而已 叶晨见此 心中暗存 这老太太的求生 欲确实很强 既然如此 那就不妨再刺激刺激她 这时 海伦娜家叶晨欲言又止 急忙问她 叶先生 既然您有办法 还请您无论如何 都要救救我奶奶 我这辈子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您的恩情 叶晨开口道 我确实有一种 华夏古方神药 能治好你奶奶 但这种药实在太过珍贵 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价值连城 说实话 为了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人 用这种药实在是有些不划算 海伦那一瞬间有些错愕 他不明白 叶晨明明是答应要救活奶奶 帮自己当上女皇的 为什么现在又仿佛后悔了一般 但这时候 叶晨忽然转而 看向床上昏迷不醒的女皇 开口道 老太太 我确实有办法 让你重新恢复清醒 我也有办法 让你多活两年 三年 甚至五年十年 不过 你必须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说这话的时候 叶晨能感觉到 老太太试图控制手指的 那股意念更加强烈 于是 叶晨便继续说道 这样 我先让你暂时恢复 对手指的控制 然后我会把我的条件 一一跟你说清楚 能接受 你就抬起一根手指 不能接受 你就抬起两根手指 说着 叶晨将一丝丝灵气 度入女皇体内 让其暂时可以 控制自己的手指 随后 叶晨便道 你现在可以试着控制一下 你的右手食指与中指了 话音刚落 便见女皇的两根手指 上下动了几下 海伦那看得目瞪口呆 惊呼道 奶奶真的能听到 我们说的话 叶晨点点头 开口道 所以我说她肯定很孤独 说着 叶晨看着女皇 问道 我的第一个条件 是你苏醒之后 要立刻宣布退位 将女皇之位 传给海伦娜 同时要尽力帮助海伦娜 作文女皇之位 如果你答应 我可以保你 至少还能再活五年 你能接受吗 女皇的右手食指 立刻高高的抬了起来 按照叶晨之前的约定 女皇抬起一根手指 便是答应了这个条件 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道 好 我的第二个条件 是你必须将你的儿子 李查德 孙女奥利维亚一家 全部逐出皇室 同时 我对他们的任何惩罚 你都要无条件 接受并配合 你能接受吗 叶晨话音刚落 女皇再次将右手食指 高高抬起 之前 奥利维亚就曾在这间病房里 对海伦娜放过狠话 甚至承认女皇 如今的糟糕状况 与她有关 可是奥利维亚并不知道 女皇其实都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 女皇现在早就对她失望至极 甚至恨之入骨 听到叶晨这个要求 自然没有任何犹豫 海伦娜见此 急忙说道 叶先生 奶奶已经答应了您的条件 您现在能救她了吗 叶晨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 从口袋里取出一颗回春丹来 随后将其一分为二 随后 叶晨将其中半颗递给海伦娜 开口道 把这半颗要服下 你所有的病症都会要到病除 海伦娜看着 那半颗回春丹 一脸的不可置信 她的病 多少顶尖西医都无法医治 即便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现代医学 也无法根治她的顽疾 但是 叶晨却说 这半颗药丸 就能让她要到病除 她的本能便是不敢相信 不过 她对叶晨的实力 却是充满信心的 所以 她立刻接过丹药 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说完便将丹药直接放入口中 回春丹入口即化 随即 海伦娜便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暖流所包裹 那种体验奇妙至极 而这时候 叶晨将剩下的回春丹又一分为二 将其中一份放入女皇口中 药效迅速在女皇即将枯萎的身体内发挥作用 如干枯的树木生长出嫩叶一般 重新焕发新生 很快 女皇便感觉自己对身体的控制逐渐恢复 她下意识地尝试睁开眼睛 这是她昏迷这么多天来 试了无数次却无数次失败的举动 而这一次意念刚到 眼睛便顺利地睁开一条缝 紧接着强烈刺眼的光芒从眼缝之中涌入 这使得已经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女皇 煞时间泪流满面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1738章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重新恢复身体操控力的女皇 几次试图睁开眼睛 但都因强光的刺激而失败 海伦娜见此急忙上前 关切地问奶奶 你感觉怎么样了 女皇艰难地开口说道 海伦娜 我 我很好 只是只是眼睛暂时还适应不了强光 海伦娜顿时激动地哽咽道 奶奶您稍等 我去把大灯关掉 说完立刻起身 将病房的大灯全部关上 只留了光线较为柔和的灯带 女皇这才终于把眼睛睁开 紧接着她的视力逐渐恢复 看清了海伦娜的脸 这一刻 女皇忍不住哽咽道 海伦娜 这些年是奶奶不好 如果奶奶早知道奥利维亚是这么恶毒的人 我说什么也不会把皇位继承权给她 海伦娜惊呼道 奶奶 你都知道了 女皇痛苦万分地点点头 之前你和奥利维亚在病房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说着 她心疼地看着海伦娜 哽咽道 海伦娜 这么多年 你受委屈了 女皇对海伦娜 这些年的遭遇 自然是心知肚明 但是在她重病之前的这些年 她一直对海伦娜 隐瞒身体状况的事情非常不满 所以对她很有偏见 所以 她便将整个皇室的未来 都寄托在了奥利维亚身上 即便知道这些年海伦娜 在皇室没少受委屈 她也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她又怎能想到 现如今 坑害自己的 反而是自己最看重的奥利维亚 而带人回来 搭救自己的 却是被自己废掉 继承人身份的海伦娜 听到女皇的话 海伦娜眼泪绝低 哽咽道 奶奶 我受点委屈 没什么 但奥利维亚她不但控制了您 还绑架了我的妈妈 用我妈妈作为威胁 逼迫我嫁给俄国的寡头 阿曼拉莫维奇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她把我妈妈藏在了哪里 女皇咬着牙 吝声道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和你妈讨回公道 说完 她看向不远处站着的叶晨 感激地说道 这位就是叶先生吧 谢谢你救了我 叶晨淡淡道 我是看在你孙女海伦娜的面子上 才出手救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谨记 你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千万不要食言 女皇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放心 明天我就向全北欧宣布退位 将女皇之位让给海伦娜 届时 我将亲自主持海伦娜的加冕典礼 顿了顿 女皇咬牙道 至于奥利维亚 我一定会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 叶晨点了点头 晃了晃手里剩下的四分之一颗回春丹 淡淡道 我刚才给你吃的药 能让你的生命再延续两三年 如果你在服下我手里的这部分丹药 生命还能再延续两三年的基础上 再增加三到五年 如果你能遵守承诺 那两年后来华夏找我 我会把这部分丹药也送给你 女皇听闻此话 顿时大喜过望 脱口道 叶先生放心 我一定遵守承诺 叶晨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完整的回春丹 笑着说道 至于这颗完整的丹药 服下的话 能让你增寿至少二十年 如果你一直很配合的话 到时候我也可以考虑再送你一些 这样的话 让你活到一百一十岁 完全没有问题 一百一十岁 女皇目瞪口呆的 难难重复一句 她真是不敢相信 这平平无奇的药丸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功效 但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亲身经历 她便将所有的怀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此时 她心中暗存 这药丸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刚才只是吃了四分之一 就彻底醒了过来 要是能吃下一整颗 效果一定更加神奇 想到这 她毕恭毕敬地说道 叶先生放心 从今日起 我定会全力辅助海伦娜 全力配合叶先生的要求 只有死里逃生的人 才知道生命有多可贵 对这位年迈的北欧女皇来说 正是如此 她已经经历过一次宾死的感觉 经历过那种漫长的黑暗与孤独 所以对现在的她来说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金钱 权势 尊严 在健康的生存面前 都一文不值 女皇之位又怎么样 此不就是顶着女皇的身份陷入昏迷 几度濒死的吗 现在的她 宁愿不要那女皇的头衔 甚至不要任何皇室头衔 只要能让她健康长寿 就算是当个最普通的小老太太 她也一万个愿意 所以现在的她 立刻就有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那就是争取能够从夜晨手里 得到更多的神奇丹药 再活二三年怎么够 说什么也要再活二三十年 几分钟后 女皇逐渐找回对身体的操控 同时也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 确实比这次病倒之前提升了不少 她只是简单的适应了几分钟时间 便能够自己从床上坐起来 甚至还尝试着完成了下地站立的动作 这一刻 女皇内心深处很是激动 同时整个人的气势也逐渐恢复了不少 正因为亲身体验到了回春丹的奇效 女皇心中已将夜晨奉若神明一般 为了让她满意 女皇急忙恭敬地问 夜先生 关于奥利维亚一家的惩处 你有什么指示 夜晨淡淡道 我要你动用皇室的能量 将奥利维亚逐出皇室 同时让他们接受法律审判 最好是定一个不得假式的终身监禁 一开始听到夜晨说终身监禁的时候 女皇心中还觉得隐隐有些不仁 毕竟皇室成员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被判刑的 更何况是终身监禁 不过当她想到奥利维亚竟然一步步将自己残害致死 甚至试图操控自己的生死 她的心中也愈发愤怒 语气不善地开口道 海伦啊 你去把皇家卫队的负责人叫过来 是时候跟奥利维亚好好算算账了 夜晨微微一笑 开口道 不用麻烦了 奥利维亚应该很快就会主动找过来的 海伦那看了看时间 发现夜晨刚才给奥利维亚留了半小时的时间考虑 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于是她便开口问道 夜先生 如果奥利维亚答应了您的要求 您会不会对她从轻发落 夜晨摆摆手 放心吧 她不可能答应我的要求 相比老老实实 把五十亿欧元给我 我相信她更愿意把我干掉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1739章 一起上路吧 夜晨八岁成为孤儿 在社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没少经历社会的残酷与阴暗 她很清楚在现实社会中 金钱质上这四个字 对很多人来说 一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在她向威廉以及奥利维亚开出五十亿欧元价码的时候 她就没想过这帮人能够答应 之所以留给他们半小时时间考虑 就是为了逼他们动杀心 而她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来救女皇 为的也是把威廉与奥利维亚逼到绝路 如果他们决定接受自己的条件 老老实实上来愿赌服输 那自己看在五十亿欧元的面子上 多少也会稍稍对他们留点情面 但如果他们决定对自己下杀手的话 那当着女皇的面 他们一定会豁出去连女皇一起干掉 那样的话 他们就是亲手把他们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女皇不知具体情况 听到叶晨这话 一脸震惊地问道 叶先生 奥利维亚为什么要对您动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晨正要开口 忽然听到周遭有密集的脚步声 正有远及近地迅速袭来 脸上抹过一丝笑容 淡淡到他们已经来了 不如让奥利维亚亲口告诉你原因吧 此时的海伦娜与女皇都没有听到脚步声 两人表情都有些疑惑 片刻后脚步声越来越大 祖孙二人听到之后 君士满脸震惊 这时病房门被人猛然一脚踹开 紧接着十几名黑衣人便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可当他们进来 见到站在地上丝毫看不出病态的女皇时 一个个君士目瞪口呆 这时候 奥利维亚也快步冲进房间 一开口便冷声吩咐道 给我把那个姓叶的绑起来 话音刚落 忽然看见与叶晨站在一起的女皇 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下意识地脱口道 奶奶奶 紧随其后的李查德 以及乔治威廉父子 也看到了面色红润 与健康老人一般无二的女皇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数秒之后 李查德才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说道 妈 你 你怎么醒过来了 女皇冷声质问 怎么 我醒了 你很惊讶吗 还是你根本就不希望我醒过来 李查德急忙解释道 妈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我是你的儿子 你昏迷的这些天 我无时无刻不再盼着你能早点醒过来 奥利维亚也反应过来 心中虽然对女皇苏醒的事情极为恼怒 但嘴上还是装作激动的样子 说道 奶奶 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和爸爸有多担心你 我们一直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女皇眼神犀利如刀 盯着奥利维亚的双眸 声音冰冷地说道 奥利维亚 别再演戏了 这么多天 你以为我真的昏迷了吗 其实身边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 所有人在我身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奥利维亚脸色瞬间惨白 她是真没想到 老太太昏迷不醒的时候 竟然一直都有意识 如此说来 自己之前跟海伦娜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被她听得一清二楚了 想到这 奥利维亚急忙紧张地解释道 奶奶 你听我解释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误会 我跟海伦娜说的一些话 其实都是故意吓唬她 想逼她为皇室换取利益而已 并不是事实 女皇鄙夷地说道 奥利维亚 我已经被你们骗过一次了 而且险些命丧你的手中 你以为你现在说的这些 我还会相信吗 奥利维亚顿时紧张无比 她是真没想到 老太太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醒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夜晨满面笑容地看着她 问道 奥利维亚 我刚才说的事情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这个人耐心实在有限 如果你们再不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奥利维亚没想到 自己都带人把夜晨围起来了 她这时候还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于是咬牙切齿地看着夜晨 冷声道 姓夜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于我 真以为我是尼捏的吗 我告诉你 这里是北欧不是华夏 信不信我随时可以让这些人把你干掉 夜晨笑了笑 也不生气 而是挑眉问道看你这么嚣张的样子 应该是打算赖账了吧 赖账 奥利维亚冷笑道 夜晨 不要忘了这里是我的地盘 在我的地盘 一切就是我说了算 我说我和你之间 以及威廉跟你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债务 你敢当着我的面 说一句不字吗 夜晨笑道 还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敢做的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 如果你们两家真决定赖账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奥利维亚眼中满是杀意的说道 夜晨 你们华夏常说 猛龙不过僵 既然你三番五次在我面前撒野放肆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说吧 他立刻对身边那些黑衣人吼道 把这个姓夜的给我抓起来 直接从窗户丢出去摔死他 奥利维亚话音刚落 一群黑衣人便齐刷刷的向着夜晨逼近 夜晨此时满脸笑意 丝毫没将这些黑衣人放在眼里 而他身边的女皇此时大为震怒 脱口怒斥道 放肆 夜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们怎敢对他无礼 这些黑衣人虽然都是奥利维亚的手下 但他们一直都是为皇室效力 对女皇十分尊重 此时听到女皇如此训斥 一个个都立刻停下脚步 不敢向前 奥利维亚见此 顿时咬牙吼道 你们不要理会这个死老太婆 她已经不再是北欧的女皇了 我才是北欧的新任女皇 你们难道想背负抗命的罪名吗 这些黑衣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们虽然一直听命于奥利维亚 可他们也不敢直接忤逆女皇的命令 威廉见此在一旁大声吼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不要忘了你们的主子是谁 只要你们能干掉这个姓业的 我可以给你们每人一百万欧元 不 是每人两百万欧元 威廉的话 让这些黑衣人的心里 天平发生了倾斜 两百万欧元 绝对可以让他们实现财务自由了 没有人会放弃这样一个 发家致富的好机会 于是 一众黑衣人立刻向着夜沉紧逼而来 女皇没想到 自己的命令 对这帮黑衣人竟然起不到任何作用 于是愤怒地吼道 奥利维亚 如果你执意伤害叶先生 我一定不会饶恕你 到时候 我要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 奥利维亚微微一争 随即表情 立刻变得猙獰无比 冷声道 我原本只是想杀了叶晨 现在看来 你是硬逼着我 把你这个老东西也一起干掉 说吧 他冷笑一声 满脸杀气地说道 行吧 反正你这老东西 也早就该死了 不如今晚就和这个姓叶的一起上路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1740章 谁叫叶晨 对奥利维亚来说 现如今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否则的话 不光叶晨这里 要几十亿的赔偿 女皇那边 更是有着谋反的牢狱之灾 现在的她 只想把叶晨和女皇全部干掉 只要把他们俩解决了 不但钱可以省下 女皇的位置自己也能顺利继承 女皇没想到 自己这个孙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竟公然要杀掉自己 顿时怒不可遏地吼道 奥利维亚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是杀君主 知不知道是君之罪 是最重的罪行 奥利维亚已经 不再忌惮女皇的身份 冷声道 什么是君之罪 只要杀了你 我就是君主 海伦娜脱口道 奥利维亚 作为你的姐姐 我劝你在酿成大错之前 抓紧收手 争取奶奶和叶先生的宽大处理 否则的话 你这辈子就完了 奥利维亚仿佛听到天大笑话 鄙夷地说道 海伦娜 你不会真以为就凭他们两个 今天还能翻盘吧 海伦娜冷声道 你难道就不怕皇家卫队吗 奥利维亚表情阴毒地笑道 原来你还妄想皇家卫队能来救你啊 我告诉你海伦娜 所有皇家卫队的士兵 都被我调到一楼去了 而且这间病房做过隔音处理 无论这里发生任何事情 他们都不可能听得到 奥利维亚虽然有自己的一批死士 但并不能掌控整个皇室 尤其是守卫皇宫的皇家卫队 皇家卫队效忠于女皇 同时更效忠于北欧的法律 他们是国家培养出来 专门安排守卫皇宫的士兵 所以奥利维亚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把他们也都收买 不过只要自己能在这间病房内解决问题 就不用担心皇家卫队 于是奥利维亚胜券在握的对海伦娜说道 我的好姐姐 关于你的下场 我也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你放心 我们姐妹一场 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就这么白白死了 毕竟阿曼拉莫维奇对你的身体一直非常痴迷 等我解决掉他们两个之后 我会饶你一命把你打包送给他 让他把你囚禁在圣彼得堡 一辈子做他的玩物 什么时候他玩腻了你 再让他把你杀掉 说着 奥利维亚冷笑道 哦对了 刚才姓叶的打了阿曼拉莫维奇 我相信他肯定憋了一肚子的气 等他把你带回圣彼得堡 一定会在你身上好好发泄发泄的 海伦娜被奥利维亚的恶毒精的说不出话来 而此时的奥利维亚也已经失去了耐心 对那群黑衣人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动手 先杀了那个姓叶的 女皇怒道 我是北欧女皇 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一下 黑衣人正有些犹豫 威廉立刻在后面大喊道 谁能杀了这个老不死的 我额外给他两千万欧元 谁能杀了叶晨 我给一个亿 原本这些黑衣人 还有些忌惮女皇的身份 可当听到这话的时候 一个个脑子里想的 除了钱还是钱 紧接着 一名黑衣人大吼一声 掏出匕首 便冲向叶晨 此时的叶晨 在他眼里 就是一亿欧元现金 只要杀了叶晨 这笔钱足够 他和他的家人荣华富贵 过完这辈子 其他人也在这一刻 猛然惊醒 不少人直奔叶晨而去 也有几个 因为离女皇比较近 所以选择 直接对女皇出手 女皇没想到 这帮人 真敢对自己动手 一时间吓得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 他身边的海伦娜 立刻将她拉到了自己身后 女皇做梦 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 一直病奄奄的长孙女 关键时刻 竟然能挡在自己身前 而且表情 看不出丝毫惊慌 心中感动之余 也对海伦娜 临危不惧的气势 颇为赞赏 可她却不知道 海伦娜之所以 临危不惧 完全是因为她知道叶晨的实力 万龙殿四大战王 在叶晨手下 连一个回合都撑不过 万破军更是率领 万龙殿核心不住 跪在叶晨面前 祈求原谅 以叶晨这种 无与伦比的实力 这些黑衣人 又怎么可能伤得了她 可奥利维亚与威廉等人 却不知道叶晨的本事 他们此时已经杀红了眼 只觉得今天这事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叶晨和女皇都干掉 到时候就把与海伦娜通奸的脏水 泼在叶晨身上 然后把女皇的尸体 暂时放入冷柜 过几天在对外宣称 女皇是自然死亡 外界绝对不会有任何怀疑 至于海伦娜 这个目击证人 以后她沦为阿曼拉莫为奇的玩物之后 这辈子都没机会重见天日了 所以奥利维亚一点也不担心 她会把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 就在奥维亚眼见叶晨被黑衣人包围 心中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 人群之中忽然有一个黑影倒飞出来 最先拿着匕首冲向叶晨的黑衣人 此时已经被叶晨打断双手 直接从人群中丢了出去 紧接着一遍频声 一个又一个黑衣人哀嚎着 从人群的中央飞出 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被打断双手 仅仅过了十几秒钟 所有的黑衣人便都痛苦 万分地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双手如威廉一般断裂 惨不忍睹 而叶晨此时依旧面色巨傲地站在原地 连衣服都不曾有过半分褶皱 这些黑衣人加起来的实力也敌不过一个四星武者 所以他们在叶晨面前就和一群菜鸡没有任何区别 奥利维亚以及威廉等人眼见这幅情形 军事下的目瞪口呆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叶晨的实力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十几名训练有素的黑衣人在他的面前 完全就是不堪一击 威廉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转身就想往外跑 可还没跑出门 便感觉衣领被人抓住 没等他回头看一眼 整个人便被丢了出去 重重的砸在墙上 滚落在的 此时 叶晨已经将病房打门关上 看着奥利维亚以及其他人 胆然笑道 奥利维亚 你看我现在算翻盘了吗 奥利维亚看着叶晨那玩味的样子 吓得面色惨白 颤声问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叶晨冷笑一声 质问道 我在机场不是给你做过自我介绍了吗 怎么 你这么快就把我的名字给忘了 奥利维亚惶恐地说道 没 没有忘 叶晨冷哼道 说 我叫什么名字 奥利维亚内心恐惧至极 慌乱地说道 叶 叶晨 叶晨再次追问 谁叫叶晨 奥利维亚下意识地脱口说道 你 你叫叶晨 叶晨盯着他 冷声道 大声一点 我听不清 谁叫叶晨 奥利维亚心神俱患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声音提高几分 满脸恐惧地 大声说道 你 你叫叶晨 你叫叶晨 坐龐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